办法委员会现在出席委员委员与组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 好 大家早 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 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治委委员会第十九次全力委员会议事录 时间中华民国英明九年4月27日 星期一上午九十六分日十二十五十六分下午二十至二十三十二十三分地点 红楼三历二会议室 出席委员 中委员 嘉宾等十二人 列席委员 陈委员 玉珍等十五人 列席官员 司法院秘書长林辉煌等人 主席 周召集委员 春敏 报告事项 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定 确定 讨论事项 一 继续并案审查 司法院行政院行政院行政审议 国民参与刑事审判罚草案二案 二 审查时代力量党团 依据刑事陪审罚草案 决议 国民参与刑事审判罚草案等二案 继续进行逐条审查 第二条 第五条 第六条 第八条至第十条 第十二条 第十八条 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七条 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六条 第四十三条至四十五条 第五十三条 第六十六条 第六十九条 第八十条 第八十三条 第八十五条 第九十条 第九十四条 第九十七条 第九十八条 第一百零一条至第一百零三条 均保留宋院会处理 第七条 第三章章名 第一节节名 第十一条 第二节节名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三节节名 第十七条 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三条 第四节节名 第三十七条 第三十八条 第五节节名 第四十条至第四十二条 第四章章名 第一节节名 第二节节名 第四十六条 第三节节名第47条至第52条 第62条至第64条 第四节节名第65条第67条第68条 第70条至第75条 第78条第5节节名 第81条第82条第84条 第86条至第88条第6节节名 第89条第91条第92条 第7节节名第93条 第5章章名 第95条第96条第99条 第100条第6章章名 第104条第105条 第107条至第110条 第7章章名 第111条第112条 均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及委员周春敏等19人提案通过 第13条除第11款予以删除 并将第12款第1为第11款予以删委员周春敏等19人提案通过 第14条除第12款 第12条 JSON 为 第12 slices 未完成国民教育制定 并删除第13款予以删司法院行政院提案及委员周春敏等19人提案通过 第26条第34条第54条至第57条第59条第69条encies 第60条第76条第79条第106条 均照委员周春明的19人提案通过 第39条 修正为国民法官被为国民法官于执行职务期间 或候选国民法官受通知到庭期间 其所属机关购 学校团体公司常常应给予公价 并不得以其现任或承认国民法官被为国民法官 或候选国民法官为由 于任何职务上不利之处分 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第54条第55条第59条 均不予采纳 第58条 除将默具文字 修正为 后面检察官辩护人立即开示 全部持有或保管之证据外 于照委员周春明等19人提案通过 第61条 除将第三项后段文字 修正为 或涉及当事人或第三人之隐私 或业务秘密 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体之余者 检察官得限制之 并应同时以书面告知理由外 于照委员周春明等19人提案通过 第77条 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113条 修正为 本法除第17条至第20条集体 33条至公布日施行外 其一条文字 中华民国 112年1月1日施行 本案审查完聚 以据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 需交由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时 由周周警官员村明出席说明 调制引述条文部分文字 及法制庸置用于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 2 刑事陪审法草案 令定期继续审查 宣读完毕 好 请问各位委员 上次的会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 没有的话我们就宣告 议事录确定 现在介绍列席官员 今天列席的有司法院秘书长林辉煌 刑事厅厅长彭信明 法务部政务次长蔡碧仲 检察司司长林景村 立法院法治局副局长李淑娟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 专门委员王金荣 内政部护政司专门委员曹成廷 国家发展委员会 法治协调服务中心参事李士德 好 谢谢 那在场的委员有我们吴玉琴委员 那个赖湘林委员 今天原本排定的议程有两个部分 其中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草案等二案 于周一审查完聚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审查 时代力量党团拟据的刑事陪审法草案 那我们请宣读提案条文 请看看关系文书 名称为刑事陪审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未建立刑事陪审制度 以强化无罪推定原则提升司法制透明度 促进国民参与司法权之行使 深进人民对于司法之信赖 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用词定义如下 一 陪审员 以本法选任参与审判之人 二 被位陪审员 以本法选任 于陪审员不能执行其职务时 依序递捕为陪审员之人 三 陪审团 由九名陪审员组成之团体 四 终局评议 于辩论终结后 由陪审团就被告是否有罪 进行讨论及做成评决之程序 五 科刑评议 罪动本行为死刑之案件 终局评决被告有罪后 由审判长与陪审团 就科刑之种类与范围进行讨论 及做成决定之程序 第三条 我国国民 有依本法规定担任陪审员 或被为陪审员 参与审判之权利及义务 被告有依本法规定 拒绝接受陪审团审判之权利 第四条 行陪审团审判之案件 由法官一人及 由九名陪审员组成之陪审团为之 前向法官 现已时任法官充之 并任审判长 第五条 行陪审团审判之案件 除本法有特别规定外 适用法院组织法 刑事诉讼法 及其他法律之规定 第二章 适用案件及管辖 第六条 除少年刑事案件外 下列经 检察官提起公诉 且被告未认罪之案件 其第一审程序 应行陪审团审判 一 被告所犯罪亲本刑为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 二 其他由司法院以命令定之者 前项罪名 以检察官于起诉书内 主张之起诉法条为准 检察官于准备程序终结前 将起诉法条 由不属于第一项罪名 变更为属于第一项罪名者 或 法院于准备程序终结前 认为 应变更所犯法条 为第一项之罪名者 应由陪审团审判 前项情形 审判长应及时 践行第六项以下之程序 行陪审团审判 这案件不适用刑事诉讼法 第265条规律 第一项这案件 被告于起诉后 未选任辩护人者 审判长应指定公社 辩护人或律师为其辩护 法院于搜受检察官之起诉书后 应以书面通知被告 是否刑事拒绝接受陪审团审判之权利 被告刑事拒绝接受陪审团审判之权利者 应于搜受前项通知书后 十日内以书状为之 但于其一日得以延迟向审判长为之 由书记官记载于笔录 前项十日期间 若被告于搜受法院通知书时 尚未有辩护人者 自被告选任辩护人或审判长指定公社 辩护人或律师为其辩护时起算 第七条 行陪审团审判这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审判长得一直选或一当事人之申请 于听取当事人辩护人及辅佐人之意见后 裁定不行陪审团审判 一 有事实逐任行陪审团审判 对于陪审员被为陪审员本人 或其配偶八亲等类血亲 五亲等类姻亲或家长家属之生命身体 自由名誉财产将有造成侵害之余 自难以期待陪审员被为陪审员 依本法公正执行职务 二 案件情节繁杂 或需高度专业知识 非经常久 十日显然完成审判 三 与准备程序终结前 检察官变更起诉法条或被告认罪 这案件不属于前条第一项锁定之范围 四 其他有具体事实 着任行陪审团审判 险将严重危害司法权之公正行使 审判长 为前项裁定 应审着公共利益陪审员 与被为陪审员之负担 及被告诉讼权益之均衡维护 对于第一项裁定提起抗告者 抗告法院应于十日内裁定 认为抗告有理由者应自为裁定 于第一项规定裁定不行陪审团审判之案件 裁定前已因法定程序所进行之诉讼程序 其效力不受影响 第八条 检察官以被告犯 应行陪审团审判之罪 与非应行陪审团审判之罪 而合并起诉者 关于非应行陪审团审判之罪 准用前条之规定 第三章 陪审员及被为陪审员 第一节通则 第九条 行陪审团审判之案件陪审员之职权如下 一 全程参与审判其日之诉讼程序 二 一本法规定请求审判长说明或讯问特定事项 三 参与中局评议及科刑评议 第十条 陪审员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干涉 陪审员因依法公正执行职务 不得为有害司法公正信誉之行为 陪审员因依执行职务 知习之秘密 涉及个人隐私之事项 及其他依法应秘密之事项 应于保密 前项保密事项之范围 其间由司法员定之 第十一条 审判长任有必要时 得选任一人至四人为 四人之被位陪审员 于陪审员不能执行其职务时 依序递补为陪审员 依第九条第一款第二款 及前条之规定 于被位陪审员准用之 第十二条 陪审员被位陪审员或 受通知到庭之候选陪审员 应按到庭日述 知己日费与费及相关必要费用 前项费用之知己办法 由司法院定之 第二节 陪审员及被位陪审员之资格 第十三条 年满二十三岁 且在案件管辖之地方法院管辖区域内 继续居住四个月以上之 我国国民 由被选认为陪审员 被位陪审员之资格 前项年龄及居住期间之计算 居以算至被位陪审员 复选明测供使用年度之1月1日为准 并以户籍登记资料为依据 第一项居住期间之计算 至户籍迁入登记之日起算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得被选认为陪审员 被位陪审员 1. 此夺公权尚未复权 2. 承认公务人员而受免除职务处分 或受彻职处分 其停止任用期间尚未届满 3. 现任公务人员而受休职停止处分 其休职停止期间尚未届满 4. 因案人身自由依法受拘束中 5. 因案经检察官提起公诉或申请以检疫判决处刑 或经自诉人提起自诉尚未判决确定 6. 承受有期徒刑以上行之宣告确定 7. 于缓行期内或期满后位于二年 8. 受观察乐界或介质处分尚未执行 或执行完毕未满五年 5. 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 10. 未具有教育主管机关认定之高级中等学校 或其同等学校以上学率或同等学率之人员 11. 未具我国语言听说能力之人员 12. 有身体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 自不能升任其职务 第15条 下列人员不得被选任为陪审员被为陪审员 1. 总统副总统 2. 各级政府机关首长政务人员及民意代表 3. 政党党务工作人员 4. 现役军人警察消防员 5. 法官或承认法官 6. 检察官或承认检察官 7. 律师公社辩护人或承认律师公社辩护人 8. 现任或承认教育部审定合格之大学或独立学院 9. 专任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讲授主要法律科目 9. 司法院法务部及所属各机关之公务人员 10. 司法官考试、律师考试及格承认人员 11. 司法警察 第16条 下令人员不得就本案被选认为陪审员 被为陪审员 1. 被害人 2. 现为或承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 8亲等那只血亲、5亲等那只姻亲或家长家属同居人 3. 与被告或被害人现有或曾有定婚约者 4. 现为或承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 5. 与被告或被害人现有或曾有雇佣关系者 6. 现为或承为被告之代理人、辩护人或辅佐人 或承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之代理人、辅佐人 7. 现为或承为本案之告诉人、告诉代理人、告发人、证人或鉴定人 8. 曾参与本案之侦查或审理者 9. 有具体视证、逐任其执行职务 9. 有难其公证之语 第17条 9.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9. 得拒绝被选任为陪审员、被为陪审员 1. 年满70岁以上 2. 公立或以律案之私立学校的教师 3. 公立或以律案之私立学校在校之学生 4. 有重大疾病伤害生理或心理因素 4. 致执行陪审员、被为陪审员职务显有困难 5. 执行陪审员、被为陪审员职务有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之余者 6. 因看护、养育、亲属、致执行陪审员、被为陪审员职务显有困难 7. 因重大灾害生活所养赖之基础受显著破坏 8. 有处理为生活重建事务之必要者 8. 因生活上、工作上、家庭上之重大 8. 需要至执行陪审员、被为陪审员职务显有困难 9. 承认陪审员或被为陪审员未满五年 10. 除遣款归遣款情形外 10. 成为候选陪审员经通知道庭未满一年 10. 前向年龄期间之计算 均以候选陪审员通知书送达之为准 3. 陪审员及被为陪审员之选任 第18条 内政部应于每年9月1日前 就各地方法院管辖区域内具有第13条 第一项之资格者造具被选陪审员名册 送交各地方法院前向被选陪审员名册之制作及管理办法 由司法院会同行政院定之 第19条 各地方法院应设置 被选陪审员名册审核小组 院长为当然委员兼召集人 其委员由院长聘任下列人员组成之 1. 该地方法院法官一人 2. 该地方法院对应之检察署检察官一人 3. 该地方法院管辖区域内之直辖市 县市政府民政局局长或其指派之人 4. 该地方法院管辖区域内律师公会推荐之律师代表一人 5. 签款以外之该地方法院管辖区域内之社会公正人士一人 第20条 被选陪审员名册审核小组 负责审查内政部制作之被选陪审员名册是否正确 被选陪审员名册审核小组 收集资料与调查方法及其他职权行使事项之办法由司法院定制 被选陪审员名册审核小组成员 因执行职务所知悉之个人资料应予保密 第21条 行陪审团审判之案件 与审判其日之诉讼程序开始前 审判长应自被选陪审员名册中 以随机方式选出该案所需之候选陪审员 其人数不得低于45人 审判长应以书面通知依前项规定选出之候选陪审员 并检附陪审团审判制度概要说明书 候选陪审员资格与意愿调查表 候选陪审员于搜授前项通知期10日内 应据实填债调查表送交法院 审判长于搜授调查表后 应为必要之调查 如任候选陪审员有不拒第13条第一项锁定资格 有第14条至第16条锁定情形 或有第17条锁定情形 且经其成名拒绝被选任者 应以除名并通知之 形象情形如候选陪审员不足36人 审判长应以第一项规定抽取 审核补足之 第二项说明书及调查表 应记载之事项 由司法院定之 第22条 审判长于完成前条锁定程序后 因宿定陪审员选任期日 并于选任期日20日前 将因道庭候选陪审员之资格 及意愿调查表引本 送交检察官及辩护人 检察官及辩护人 对于前项调查表接载之资讯 不得为本案以外之目的而使用之 第23条 陪审员选任期日 审判长应通知检察官 并辩护人及被告到庭 第24条 陪审员选任程序 于公开法庭行之 但由法院组织法第86条 但书锁定情形 审判长得裁定不予公开 前项程序 非经检察官 并辩护人到庭不得进行 审判长 为续行陪审员选任程序 经面告以下次应到之10日处所 并记名笔录者 与宋达通知有同一之效力 第25条 陪审员选任程序 到庭之候选陪审员 因事先随机分配之号次 由审判长依需要之陪审员人数进行询问 以查明是否具备第13条第一项锁定资格 及有无第14条至第17条第一项锁定情形 检察官 辩护人得申请审判长讯问候选陪审员 以查明前项情形 请审判长许可时 并得自行讯问 候选陪审员对于前二项之讯问 不得为虚伪之陈述 非有正当理由 不得拒绝陈述 候选陪审员 经讯问候 不具第13条第一项锁定资格 或有第14条至第16条锁定情形 或违反前项规定者 审判长 依职权或依当事人辩护人之申请 才并不显认知 但辩护人依第16条第9款所为之申请 不得与被告民事之意思相反 审判长认候选陪审员 有第17条第一项锁定情形 且经其成名拒绝被选任者 因为不选任之裁定 关于第二项裁定 不得看高 候选陪审员对于 因他人接受讯问 而知悉之秘密 涉及个人隐私之事项 或其他依法因秘密之事项 应于保密 第26条 当事人或辩护人 得不负理由申请 审判长不选任特定制候选陪审员 但检察官被告与辩护人双方 各不得于三人 辩护人之申请 不得与被告民事之意思相反 第一项申请 双方应交互为之 并由检察官先行申请 审判长预有第一项之申请时 因为不选任之裁定 前项裁定不得抗告 第27条 审判长应于停役前 指示完成后 指导庭且未受不选任财定之候选陪审员中 一 陪审员及被为陪审员之解任 第28条 陪审员被为陪审员有下列情形之一 则审判长应一 执权或依当事人辩护人扶手人之书面申请 以裁定 解任之 一 不具第13条第一项锁定资格 或有第14条至第16条锁定情形 二 或依本法规定宣示 三 于选任程序受讯问时 为虚位之陈述 逐任其继续执行职务 以不适当 四 或依本法规定全程参与 其应参与之程序 逐任其继续执行职务 以不适当 五 不听从审判长之指挥 致妨害审判或评议之进行 逐任其继续执行职务 以不适当 六 唯有害司法公正信誉之行为 或泄露英语保密之事项 逐任其继续执行职务 以不适当 七 其他可规则于陪审员 被为陪审员之事由 逐任其继续执行职务 不适当 八 应不可抗议事由 至不能执行职务 审判长为前项裁定前 应听取当事人辩护人及辅助人之意见 并赋予该陪审员或被为陪审员 陈述意见之机会 其程序不公开之 关于第一项裁定不得看靠 第二十九条 陪审员被为陪审员于选 于受选任后 由第十七条第一项第四款至第六款情形之一 至继续执行职务 险有困难者 可以书面向审判长申请持续其职务 审判长任前项申请为无理由者 应裁定驳回之 任由理由者 应裁定解认之 其他裁定不得抗告 第三十条 陪审员被为陪审员 因前二条规定解认者 陪审员所生缺额 由被为陪审员依序地捕之 被为陪审员所生缺额 由序号再后之 被为陪审员地捕之 陪审员应解认而至 缺额 且无被为陪审员可知地捕时 审判长应以裁定解认既存之 陪审员重新践行选任程序 第三十一条 有下类型之一者 陪审员被为陪审员之职务 即告中谣 一 宣誓判决 二 经审判长依第七条 第一项规定裁定 不行陪审团审判确定 三 经审判长裁定解认 第五节 陪审员被为陪审员 及候选陪审员之保护 第三十二条 陪审员被为陪审员 于执行职务期间 或候选陪审员受通知 到庭期间 其实所属机关购 学校团体公司 厂厂应给予工价 并不得以其 现任或承认陪审员 被为陪审员 或候选陪审员为由 于任何职务上不利之处分 第三十三条 除别有规定外 任何人不得非法揭露 陪审员被为陪审员 或候选陪审员之姓名 出身年月日国民生命证统一编号 护照号码 特征指纹 婚姻 家庭 教育 职业 病例 医疗 基因 性生活 健康 检查 犯罪前科 联络方式 财务情况 社会活动 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识别该个人之资料 陪审员被为陪审员或候选陪审员个人资料保护之方式 其间范围处理及利用等事项之办法 有司法院会同行政院定制 第三十四条 任何人不得基于影响审判之目的 而以任何方式与陪审员被为陪审员或候选陪审员接触联络 除别有规定外 任何人不得向现任或承认陪审员被为陪审员或候选陪审员之人 试探 依法应于保密之事项 第三十五条 审判长得以职权或当事人 辩护人 辅佐人 陪审员或被为陪审员之申请 对陪审员被为陪审员予以必要之保护措施 第四章 陪审团审判程序 第一节 通则 第三十六条 行陪审团审判这案件 检察官起诉时 应向管辖法院提起诉书 并不得将卷宗及证物一并送交法院 案件经提起公诉后 检察官应将提起公诉之起诉书送达于被告 庇护人得于案件提起公诉后 随时检视 操录 摄影 或重置检察官持有或保管之卷宗及证物 第一项取诉书 应记载下列事项 一 被告知姓名 性别 出身 年月日身份证明 文件编号 住所或居所 或其他足之辨别之特征 二 构成犯罪之特定事实 三 所犯法条 前项 第二款构成犯罪之特定事实 应 尽可能在明日时 触所及方法 并不得引用阻止陪审团 陪审员产生预断之余 之书类或其他物件之内容 第四项 第三款所犯法条 得同时记载罪名 法条记载错误 或如无害于被告防御权之行使者 不影响起诉之效力 简察官得就其主张构成犯罪之特定事实 或所犯法条 不予以被或择一记载 但以基础事实共通 且无害于被告防御权之行使为限 第三十七条 于起诉后之第一次审判其日前 有关强制处分及证据保全之事项 有未参与本案审理之管辖法院法官处理之 第三十八条 行陪审团审判之案件 为确保陪审员 被为陪审员之理解及参与 并避免造成其时间与生活之过重负担 审判长 检察官及辩护人 因为下列各款事项之处理 一 与准备程序进行详尽之争点整理 二 与准备程序提出相关之法律问题争议 包括证据之证据能力 由审判长先为裁定 三 与审判其日进行集中充实之证据调查 并以易于理解之言辞进行辩论 四 与中局评议及科刑评议 以本法之规定 回答陪审员被为陪审员提出之问题 第39条 审判长指挥诉讼 应注意法庭上之言辞或书面陈述 如此陪审员被为陪审员产生混淆 预断或偏见之事项 并随时为必要之厘清或阐明 审判长依前项所谓厘清或阐明之内容 应记载于笔录 第二节准备程序 第40条 法院应于第一次审判其日前 行准备程序 准备程序 得为下列各款事项之处理 一 起诉效率所及之范围 于有无因变更检察官 所以应适用法条之行形 二 询问被告及辩护人对检察官起诉事实 是否为认罪之答辩 三 案件及证据之重要争点 四 有关证据能力之意见 五 小玉为证据调查之申请 六 依直选调查之证据 于当事人 辩护人或辅佐人 陈述意见之机会 七 证据调查之范围次序及方法 八 命提出证误 或可为证据之文书 九 得命为鉴定 或为勘业 十 与显认程序 有关之事项 十一 其他与审判有关之事项 法院 应于前项整理结果 做成审理计划 审理计划之格式 及应记载之事项 由司法院定之 第四十一条 审判长 应指定准备程序 其日 传唤被告 并通知检察官 辩护人 辅佐人到庭 审判长 任有必要者 得传唤或通知 诉讼关系人 于准备程序 其日到庭 检察官 辩护人 不到庭者 不得行准备程序 第一次 准备程序 其日之 传票或通知 致辞应于十四日前送达 第四十二条 审判长 为处理第四十条 第二项各款事项 得对当事人 辩护人 辅佐人 及诉讼关系人 为必要之讯问 第四十三条 审判长 于第四十条 第二项各款事项 处理完毕后 应于当事人 辩护人 及辅佐人 确认 审理结果 及审理计划内容 并宣誓准备程序终结 审判长任有必要者 得裁定 命再开以终结之准备程序 第四十四条 检察官辩护人 因准备程序之必要 应积极相互联络 并确认下些事项 一 检察官起诉书 记载之犯罪事实 诉论 及被告之陈述 或答辩 二 侦查卷证之检阅 三 本案之真点 四 双方预定申请调查证据项目 待证事实 及其范围次序及方法 五 双方对申请调查证据之意见 辩护人应于第一次准备程序 期日前 与被告事先确定事实关系 整理真点 审判长认为适当者 得于准备程序 其日前联系检察官 辩护人 并协商诉讼进行之必要事项 第四十五条 检察官故意隐秘 有利于被告之证据者 法院审拓 违反义务之原因 太阳 诉讼程序进行 及对被告防御权造成之不利程度 等情势 而经被告同意认为适当者 得以裁定驳回起诉 前向情形被告受羁押者 视为撤销羁押 驳回起诉之裁定 以确定者 检察官已提供该隐匿之证据前 不得对于同意案件 再行起诉 第四十六条 检察官应准备程序之必要 应以准备程序书状 分别具体记载下列各款之事项 提出于法院 一 申请调查之证据 及其与代证事实之关系 二 申请传唤之证人 鉴定人 通议之姓名 性别 住居所及 预期 结问所需之时间 三 申请调查之证据文书 或其他文书之目录 请申请调查证据文书 或其他文书之一部分者 应将该部分明确标示 前项 事项有补充或更正者 应另于准备程序书状 或当庭以 延迟提出于法院 其二项书状及陈述 不得包含 与起诉犯罪事实 无关之事实证据 即使陪审团 就案件产生预乱之余之内容 检查官一第一项第二项 规定申请调查证据 因慎选必要之证据为之 第一项第二项 准备程序书状 应按他造人数提出善本 法院于接受善本后 应诉送达辩护人 法院得于听取检察官 辩护人之意见后 定第一项第二项 书状或陈述之提出期限 第四十七条 被告辩护人或辅佐人 与检察官 以前条规定提出书状或陈述后 立于准备程序其日前 与准备程序书状 分别具体记载下列各款之事项 提出于法院 一 被告对检察官起诉事实认罪 与否之陈述 与否认犯罪 其答辩 及对起诉事实 真值或不真值之陈述 二 对检察官起诉书或准备程序书状组装证据之证据能力及有无调查必要之意见 三 申请调查之证据及其与代证事实之关系 四 申请传唤之证人 鉴定人通议之姓名姓别住居所及预期结问所需之时间 五 申请调查之证据文书或其他文书之目录 仅申请调查证据文书或其他文书之一部分者 应将该部分明确标示 六 对检察官所应应适用法条之意见 辩护人于准备程序期间应准备程序之必要 而有就前项各款事项为补充或更正者 应应于准备程序书状或当庭以延迟提出于法院 前条第三项至第六项规定 于前两项之情形准用之 第四十八条 被告辩护人或辅佐人 依前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 向法院申请调查之证据 检察官得检阅并得操录摄影或重置 第四十九条 检察官于被告辩护人或辅佐人 依第四十七条规定提出输重或陈述后 应向法院及辩护人表明对辩护人 主张证据之证据能力 有无调查必要之意见 前一项事项有补充或更正者 应应于准备程序书状或当庭以延迟提出于法院 前一项准备程序书状 应按他造人数提出善本 审判长于接受善本后 应述送达于辩护人 审判长得于听取检察官辩护人之意见后 并必须向第二项书状或陈述之提出期限 第五十条 审判长应于准备程序终结前 就申请或职权调查证据之证据能力有无为裁定 但就证据能力之有无 由于审判其日调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申请调查之证据 审判长认为不必要者 应于准备程序终结前 以裁定驳回之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认为不必要 一不能调查 二与代证事实无重要关系 三代证事实已证明确 无在调查之必要 四同一证据在行申请 审判长于第一项第二项裁定前 作为必要之调查 但非有必要者 不得命提出所申请调查之证据 审判长于第一项第二项 规定为裁定后 因其判断之基础事实改变 至因为不同之裁定者 因其重新裁定 就申请调查之证据 是认为不必要者一同 审判其日使申请 或直前调查之证据 审判长应于调查该项证据前 就其证据能力 有无为裁定 就申请调查之证据 认为不必要者一同 证据 未经审判长裁定 任有证据能力 或经裁定任不必要者 不得于审判其日主张 或调查之第一项第二项 第五项及第六项之裁定 不得抗告 第五十一条 准备程序之进行 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亦于公开法庭行之 一 法律令有规定 二 有妨害国家安全公共秩序 善良风俗之余 经裁定不予公开 三 为其确保公正裁审判及程序顺利进行 经 听取当事人辩护人及辅佐人日益见后 任以不公开为适当者的裁定不予公开 前项裁定不得抗告 陪审员及备位陪审员 于准备程序 其日无需道庭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 于准备程序终结后 不得申请调查新证据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线 一 于准备程序终结后 习取的证据或知习其存在者 二 为真值审判中证人证述内容而有必要者 三 因不可规则之事由 而未能于准备程序终结前申请 且允许其申请 不致过度侵害对照之攻击防御 四 不不许其申请 将严重影响真实之发现 且允许其申请 不致过度侵害对照之攻击防御 前项但书各款释由 应由申请调查证据之当事人市民之 违反第一项之规定者 法院应驳回之 审判长 依第一项但书存取申请者 应述通知申请人之对照 并使其有充分之准备时间 必要使审判长得令定审判期日 第三节 审判期日 第53条 陪审员 被位陪审员 于第一次审判期日前 不得接触起诉书以外之卷征及证物 第54条 陪审员被位陪审员 于第一次审判期日前 应行宣誓 被位陪审员 逮捕为陪审员者 应命行宣誓 其要项宣誓之程序 试词内容 笔录制作等事项之办法 由司法院定之 第55条 审判长于前条第一项 第一项之程序后 应向陪审员 被位陪审员 说明下列事项 一 审判之进行方式 二 陪审员被位陪审员之权限义务 违背义务之处罚 三 刑事审判之基本原则 及举证责任之分配于内涵 四 被告起诉罪名之构成要件 及法令解释 五 本案事实认定 与法律适用之重要争点 六 审判其日 预计进行证据调查之范围 次序方法 及预估所需之时间 七 其他应注意之事项 审判其日之诉讼程序进行中 审判长 任有向陪审员 被位陪审员 说明前项锁定事项之必要时 得随时与程序进行中为之 第56条 审判其日陪审员缺手而时 不得进行审判 第57条 审判其日 除有特别情形外 应 年日接续开庭 第58条 关于证据能力及证据调查之 调查必要性之判断 诉讼程序之裁定法令之解释 陌生程序之调查 专由审判长为之 陪审员 被位陪审员 对于前项 事项有疑异者 可请求审判长说明之 第59条 检察官 于刑事诉讼法 第288条 第一项之调查证据程序前 应向法庭说明 经应第40条 第一项整理之下列事项 一 代证事实 二 申请调查证据之范围 持续及方法 三 申请调查之证据 与代证事实之关系 被告辩护人 主张代证事实 或申请调查证据指责 并以检察官为前项之说明后 向陪审员 对位陪审员 说明之 并准用前项规定 第60条 审判长于前条 程序完毕后 应说明准备程序 整理征典之结果 及调查证据之范围 持续及方法 第61条 审判长于听取当事人 辩护人或辅佐人之意见后 得变更准备程序 所拟定调查证据之范围 持续及方法 第62条 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 申请调查之证据 由申请人提示 与陪审团 踏造当事人辩护人 或辅佐人辩认检释 审判长依直选调查之证据 因提示与陪审团 当事人辩护人 或辅佐人辩认检释 第 前二项证据如系文书 而当事人不解其意义者 并告以要旨 第63条 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 申请调查之笔录 及其他可为证据之文书 由申请人向陪审团 踏造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 宣读 前项文书 由法院依直选调查者 审判长应向陪审团 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 宣读 前二项情形 请审判长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 认为适当者 得警告以要旨 第一项及第二项之文书 有关风化公安 或有回审他人名誉之语语者 应叫陪审团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 越南不得宣读 如当事人不解其意义者 并应告以要旨 第六十四条 前条之规定 与文书外之证物 有与文书相同之效用者准用之 诸因录影电池记录 或其他相类之证物 可为证据者 申请人应以适当之设备 显示声音影像符号或资料 使陪审团 踏造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 辩任检视或告以要旨 前项证据由法院依直选调查者 审判长 命运前项方式 使陪审团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 辩任检视或告以要旨 第六十五条 证人 鉴定人 通议或被告 经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 结问或询问完毕后 审判长得以陪审员书面 或言辞之请求 询问之 前项情形 审判长在行询问前 应先征询检察官及辩护人之意见 第六十六条 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 得以各别证据调查完毕后 请求表示意见 审判长认为适当者 亦得请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表示意见 审判长 应于证据调查完毕后 告知当事人辩护人或辅佐人 得对证据证明率 表示意见 第六十七条 应第六十二条至六 第六十四条 锁定程序调查之证据调查完毕后 应立即提出于法院 担心审判长虚课者 得提出副本代之 第六十八条 调查证据完毕后 审判长 应命一 下列次序 就被告是否有罪辩论之 一 检察官 二 被告及辩护人 以前项辩论者 得再为辩论 审判长 以得命再行辩论 第六十九条 参与审判之陪审员 不足而 而不能以第三十条 第一项规定补足时 审判长应以裁定 解认寄存之陪审员 重新建行陪审员选任程序后 更新审判程序 第四解终局评议及判决 第七十条 辩论终结后 应由审判长于 听取检察官及兵闻之一件后 就终局评议之法律 试用及其他应注意之事项 向全体陪审员说明之 前项说明应提供书面 并记载于笔录 第七十一条 终局评议由九名陪审员 组成之陪审团行之 前项程序应由九名陪审员 全程参与 并以过半数之决定 互选一人为陪审团主席 陪审团不得于 评议开始前讨论案情 评议之讨论 由陪审团主席主持之 各陪审员于评议时 均有充分表达意见之权利 陪审团主席 因促使各陪审员参与讨论 被为陪审员得于 终局评议时在场房听 但不得参与讨论 陪审员就评议所出现之 程序上征职 得请求陪审判长 以裁定解决之 前项裁定不得抗告 评议程序中 经过半数陪审员任有必要者 得由陪审团主席 请求审判长 以言辞或书面 就特定事项 为必要之说明 或向审判长 请求调阅于 审判期日中调查之证据 笔录及录音带 其上请求 及审判长之说明 与处置 应记载于笔录 终局评议 于当日不能终结者 除有特别情形外 应于历日接续为之 第七十二条 审判长应就犯罪过程 要件是否存在 及其他足以影响评决 结果之重要终点 以及被告有罪与否 指示评审团进行评决 并于听取检察官 及编论之意见后 交付评决书 与陪审团 陪审团应就被告 经起诉之各项罪名 以全体一致决 分别做出评决 评决结果 应记载于 审判长所交付之评决书 并由全体陪审员签名 陪审员拒决签名者 应由陪审团主席 再明其旨 评决结果 应由陪审团主席 将前项评决书交付 于审判长 于公开法庭宣誓之 但审判长发现 评决书就犯罪过程要件 及其他足以影响评决结果 之重要终点之认定 与被告有罪 与否知评决结果 陪有矛盾者 应裁定废弃评决书 并以裁定 命陪审团续情讨论 评决结果宣誓后 审判长应以当事人之申请 命全体陪审员 各自表明其所为之评决决定 其结果与评决书记载不符者 审判长应裁定废弃评决书 并是情形一 直觉以为下列裁定一 命陪审团续情讨论二 更正评决书之内容三 宣告陪审团无法达成评决 当事人位于评决结果宣誓后 及时提出前项申请者不得对 评决书记载内容之正确性声明意义 第73条 陪审团无法依前条规定 做成评决者 应有陪审团主席报告审判长 由审判长裁定命陪审团续情讨论 或宣告陪审团无法达成评决 审判长宣告陪审团无法达成评决者 应于公开法庭为之 并及时裁定解认全体陪审员 检察官于前项宣告后 30日内得以书面申请 重新建行陪审员选任程序 更新审判程序 检察官未依前项规定 提出申请者视为撤回起诉 第74条 经陪审团评决有被告有罪者 陪审判长应诉订 其日调查于 科刑范围事项有关之证据 赋予被告告诉人 被害人及其家属表示一件之机会后 并命当身辩护人服辱人 就科刑范围辩论之 第75条 追踪本行为死刑之案件 审判长于进行前调锁定程序后 应及举行科刑评议 由审判长任主席 9名陪审员全程参与 于共同讨论程序一件后 除别有规定外 由陪审团以过半数陪审员之同意 提出科刑建议 记载与笔录 请向科刑建议 除有无被法令 或显然被于刑法第57条 标准之刑事 审判长应受拒束 但保安主任之预知 专由审判长为之 第一项情形 陪审员全体之一件如 分三说以上 各不达过半数时 或最不利于被告之一件为死刑 而无法得全体同意时 以罪不利于被告之一件 顺次算入 次不利于被告之一件 至打过半数为止 死刑之科处 非经审判长及陪审员 全体之同意不得为之 第76条 经陪审团评决 被告无罪者 应由审判长预知无罪之判决 除罪咒 除罪重本行为死刑之案件外 审判长于践刑第74条 锁定程序后 应一听取辩论所的新政 预知科刑之判决 但秉除其刑者 应预知免刑之判决 最终本行为死刑之案件 经陪审团评决 被告有罪者 应于科刑评议后 由审判长预知科刑之判决 但秉除其刑者 应预知免刑之判决 第77条 宣誓判决因朗读主文 并说明其意义 但科刑判决 得谨宣誓所犯之罪及主刑 宣誓判决不问陪审员 卑微陪审员是否在场 均有效力 判决经宣誓后 应自判决宣誓之日 起30日内 将判决书原本交付书记官 第78条 以本法宣誓之判决 由审判长制作判决书 并签名之 且应记载本件 经陪审员群体参与审判之旨 前上判决书除别有规定外 判决理由之记载 得以评决结果及科刑建议代之 审判长依第75条 规定所自为之科刑或免刑判决 应由审判长于判决书中 记载理由 保安处分之预置一同 审判长依第75条 于陪审团共同决定之死刑科处 应由审判长于判决书中 记载理由第5节上诉 第79条 上诉于第二审法院 除了特别规定外 非以原审诉讼程序或 判决违背法令为理由不得为之 判决不适用法则 或适用法则不当者 为违背法令 行陪审团审判 且宣告死刑之乱件 原审法院应依职权 禁送该管上级法院审判 除原审诉讼程序或判决违背法令外 亦得以科刑不当为上诉理由 前向情形视为被告已提起上诉 上诉期间为20日 自送达判决后起算 但判决宣示后 送达前次上诉亦有效力 第80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诉讼程序或判决 当然违背法令 一 法院或陪审团审判之组织不合法者 二 依法律或裁判应违避制法官或陪审员参与审判者 三 禁止审判公开非依法律之规定者 四 法院所任管辖之有无系不当者 五 法院不当受理诉讼者 六 出有特别规定外 被告未于审判其日到庭而进行审判者 七 被告未或实职有效辩护情节严重者 八 出有特别规定外 未经检察官到庭陈述而为审判者 九 应停止或更新审判 而未经停止或更新者 十 当事人申请调查之证据 为原审无正当理由 未予调查或驳回其申请 十一 未予被告以最后陈述之机会者 十二 除有特别规定外 已受请求之事项未于判决 或未受请求之事项予以判决者 十三 未经已参与审理之法官或陪审员参与判决者 十四 判决所在理由 与评决结果矛盾者 第八十一条 除情调情形外 诉讼程序虽系违法 虽系违背法令 而显然于判决无影响者 不得为上诉之理由 第八十二条 提起上诉者 其上诉书状应叙述理由 并以用券内诉讼资料 具体指摘 原审诉讼程序或 或判决违背法令之事项 第八十三条 除令有规定外 不得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可行 宣告保安处分不当提起上诉 第八十四条 原审判决后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提起上诉 一刑罚之废子变更或免除 二被告经赦免或死亡 第八十五条 提起上诉不合第八十二条 规定之程序者 应于判决书送达后 二十日内补提理由书 于冤生法院 预期为补提者不得补提 第八十六条 他造当事人接受上诉书状 或补提理由书之送达后 得于二十日内提出答辩数 于冤生法院 无系检察官为他造当事人者 应就上诉理由提出答辩书 答辩书应提出善本 由原审法院书记官 送达于上诉人 第八十七条 第二审法院 应以原审调查之证据 及原判决确认之事 为判决基础 就上诉理由所指摘之事 为调查 但下列事项得以职群调查 是一与第八十条 规定上诉理由有关系之事项 二免诉事由之有 三法律之解释适用 四 原审辩论终结后 发现足以刑想科刑 宣告保安主办之事项 前项关于诉讼程序之调查 得以说命法官行之 并得嘱托他法院之法官调查 前二项调查之结果 认为起诉程序 违背规定者 第二审法院得命检察官补证 其法院无审判权 而依原审判决后之法令 由审判权者 不以无审判权论 第八十八条 于原审可得为证据之证据 第二审法院得无用调查 予以斟酌 第八十九条 第二审法院之判决 除有特别规定外 因经检察官及辩护人之言辞辩论为之 情相辩论非与律师充任之辩护人 或审判长指定之辩护人 不得行之 第九十条 第二审法院得以庭院一人 为受命法官 审查上诉及答辩之要子 制作报告书 第九十一条 审判其日法院得以 因此辩论前 命受命法官朗读报告书 检察官辩护人 应先陈述上诉一旨 再行辩论 第九十二条 被告于审判其日道庭 但法院认为 被告道庭陈述其权利制 维护系数重要者 得命其道庭 法院应与被告 陈述一定之机会 由被告之法定代理人 或配偶独立为 被告之利益上诉者一同 第九十三条 第二审法院认为 上诉无理由者 应以判决不回之 前向情形得同时 遇之缓刑 第九十四条 第二审法院认为 上诉有理由 或上诉虽无理由 而原审判决有 第七十九条 第八十条 规定之上诉是由 之一者 应将原审判决 经上诉之部分撤销 第二审法院 以第八十几条 第一项之规定 进行调查后 愿原审判决 可行或 宣告保安九份不当者 应将原审判决 不当之部分撤销 第二审法院 一清二项规定撤销 原判决者 除法定有规定外 应就该案决 自为判决 第九十五条 原审判决 无罪之案件 第二审法院 认为上诉有理由 而有撤销者 应以判决将该案件 发回原审法院 第九十六条 第二审法院 应原审判决 未遇之管辖错误 系不当而撤销之者 应以判决将案件 发交或移送 该管第一审 或第二审法院 但第二审法院 有第一审管辖权者 应为第一审之判决 前向前段之判决 得不经言辞辩论为之 第九十七条 第二审法院 应原审判决 预知管辖 错误免诉 不受理由 系不当而撤销之者 应以判决将该案件 将该案件发回原审法院 第九十八条 为被告之理议 而撤销原判决时 如以提起上诉之 共同被告有 共同之撤销理由者 起利益 并急于共同被告 第九十九条 第二审 判决证本 应既在提出上诉理由书 或申请许可 上诉理由书之期间 第100条 刑事诉讼法 第365条 与第371条之规定 预本法 所定之第二审程序 不适用之 第101条 上诉于第三审法院 除了特别规定外 非有下令其行之一 为理由不得为之 一判决抵触刑法 或所使用之法令 抵触刑法者 二判决违背司法院 大法官解释者 三判决抵触 具有国内法效力 之国际人权公约 保障人权规范者 虚告死刑之案件 原审判决 虽无前项规定 得提起第三审上诉之事由 原审法院得 应依职权敬送 第三审法院判决 并得以科刑 不当为上诉理由 前项其行 视为被告已提起上诉 第102条 原审判决 虽无前条规定 得提起第三审上诉之理由 但其所涉及之法律境界 具有原则上知重要性 或其所采之法律境界 与第三审法院 或其他同期法院 判决起义者 第三审法院任由 涉及法令解释之重要事项 或确保裁判 一致性之必要时 得以当事人之申请 裁定许可上诉 第103条 依第101条规定 提起上诉者 其上诉书状 应序明理由 并具体 指摘原判决 所抵触之宪法 所违背之司法院 大法官解释 或所抵触之 具有国立法 效力之国际人权 公约保障人权规范 上诉书状 未依前项规定为之者 应于上诉期间 建篮后 二十日内 补提理由数 原审法院 预期不得补提 第104条 依第102条规定 申请第三审法院 许可上诉者 应向原审法院 提出申请书状 具体叙述 原审判决 所涉及之法律见解 具有如何原则上之重要性 或原审法院 原审所裁止 法律见解 与第三审法院 或其他同期法院 判决有何其一之处 申请书状 未依前项规定为之者 应于上诉期间 建篮后二十日内 补提理由数 于原审法院 预期不得补提 第105条 对于前条之申请 原审法院认为 申请权 已经丧失或预期 未提出理由输者 应以裁定驳回之 除前项情形外 原审法院 于接受申请书状 获理由书后 应速将该案 券冗及证务 送交第三审法院 并通知第三审法院 对应之检察官 检察署检察官 第106条 当事人以第102条 规定申请许可上诉 第三审法院 任其申请为适当者 应自接受 该案券冗及证务 之日起而十日内 为许可之裁定 并以第104条 之申请书状 或理由书 视为以提起上诉 之上诉理由书 前项裁定 应既在许可之范围 并及通知 原审法院 及第三审法院 对应之检察署检察官 第三审法院 任不应许可者 因速将结果通知申请人 第107条 第102条 之申请 具有停止 原审判决 确定之效力 但其申请 建议原审法院 裁定驳回确定 或第三审法院 通知不予许可者 不在此线 前项弹数之行刑 原审判决于 原上诉期间 届满之确定 第108条 除了新式诉讼法 第384条 规定之情形外 原审法院 于接受答辨书 或提出答辨书 这7日已满后 因速将该案券 中及证务 送加第三审法院 对应之 检察署检察官 第三审法院 对应之 检察署检察官 接受 卷宗及证务后 因于70内 添具意见书 送加第三审法院 但于原审法院 对应之 检察署检察官 提出至上诉书 或答辨书 外无意见者 无庸添具意见书 第109条 提起上诉 或申请许可 上诉支援 或他招当事人 在第三审法院 未裁判或通知前 得提出追加理由书 答辨书 或意见书 于第三审法院 前项数状 应提出善本 由第三审法院 书记官宋达 于他招当事人 第110条 审判其日 无庸传唤 被告到庭 第111条 第三审法院 就下例事项 得以词权调查之 1 第113条 各款所列之情形 民宿室有之 有无三 原审判决后 被告死亡者 第112条 第三审法院 认为上诉无理由者 应以判决不回之 第113条 第三审法院 因原审判决 有下例情形之一 而撤销之者 应就该案决自为判决 1 因一之免诉或不受理 2 原审判决后 刑法以废止 变更或免除 3 原审判决后 被告 经赦免或死亡 第114条 第三审法院 因前条 刑事诉讼法 第399条 及第400条 以外之情形 而撤销原判决 原审判决者 应以判决 将该案件 发回原审法院 或原第一审法院 或发交 或与原审法院 或第一审法院 同期之他法院 但第三审法院 任其调查所的资料 及原审法院 或原第一审法院 调查制程序 可据以为裁判者 得救该案件 得救该案件 自为判决 第115条 第三审之审判 出本章 有特别规定外 准用第二审 第二审审判之规定 第5章 法则 第116条 陪审人 被陪审人 要求其约或收收贵赂 或其他不证利益 而须以不行使其职务会一定之行使者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基督性 得病科 新台币 一百万余下罚金 候选陪审员 于未为陪审员 或被为陪审员时 欲以不行使陪审员 或被为陪审员之职务 为或为一定之行使 要求其约或收收贵赂 或其他不证利益 而于为陪审员 或被为陪审员 后履行者 以前向规定论处 第117条 对于陪审员 被为陪审员行使 其约或交收贵赂 或其他不正义 而于也其不行使 或其职务 或为一定之行使者 处一年以上 清理一下决基督性 得病科新台币 一百万元以下罚金 第118条 意图使陪审员 被为陪审员 不行使其职务 或为一定之行使 或意图报复陪审员 被为陪审员之职务行使 对其本人或其家属 八亲等内血亲 五亲等内 姻亲或家属 或家长家属实行犯罪者 以其所犯之罪 加重其刑之二分之一 第119条 无正当理由 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处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 基于或科新台币 十万元以下罚金 一 现任或曾任陪审员 被为陪审员之人 违反第十条 第三项规定 二 现任或曾任 候选陪审员之人 违反第25条 第七项规定 第120条 无正当理由 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处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新台币 十万元以下罚金 一 违反第20条 第四项规定 二 违反第33条 第一项规定 三 违反第34条 第二项规定 第121条 候选陪审员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处新台币 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 明知 为不实之事项 而天在 而天在于 候选陪审员资格 与议院调查表 提出于法院 二 经合法通知 无正当理由 而不予陪审员 与陪审员选任其日 为虚伪之乘数 或无正当理由 拒绝陈述 第122条 陪审员 被为陪审员 拒绝宣试者 得处新台币 三万元以下罚款 被为陪审员 经递不为陪审员 拒绝 重新宣试者一同 第123条 无正当理由 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处新台币 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 陪审员不审判其日 终局评议 或科刑评议时 陪审员 于终局评议 或科刑评议时 拒绝参与评议 或以其他方式 拒绝旅行辞职 三 被为陪审员 不予审判其日 到场 第124条 陪审员 被为陪审员 违反审判长所发 维持秩序之命令 之妨碍 审判其日之诉讼程序 终局评议 或科刑评议 至顺畅进行 经制止不听者 得处新台币 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125条 抗告 第6章负责 第126条 本法试行细则 由司法院定之 第127条 本法试行后 司法院应急成立 陪审团审判制度 评估委员会 独立进行必要制调查研究 向立法院提出 领度评估报告 作为陪审团审判制度 改进之一句 前向委员会 至于委员九人 由法官代表一人 检察官代表一人 律师代表三人 学者及社会公正人士 社会公正人士 各二人组成 由委员互选一人 担任主席 委员为无几职 任其三年 委员产生方式如下 一 法官代表 由全国第一审 行事庭法官票选之二 检察官代表 由全国检察官票选之三 律师代表 由全国律师联合会 推举之四 学者及社会公正人士 由一前三款所选出 至法官代表 检察官地把 及律师代表 共同推选 陪审团审判制度 评估委员会 得未办理陪审团 陪审团审判评估 调查事务 得聘研究委员若干人 由委员会 自律师 学者或公正人士中 聘任任其三年 研究委员为无几职 但执行委员会 交办支研究事务 得致领研究费 及其他必要费用 请向研究委员之聘任 及费用之给办法 由陪审团审判制度 评估委员会订定后 由司法院核定 第128条 陪审团审判制度 评估委员会 之任务如下 1.陪审团审判制 运作现况考察 2.陪审团审判制 运作成效评估 3.决心与陪审团审判制度 有关之公厅会 及巡述研讨会 4.其他研究评估 陪审团审判所必要之事项 5.每年向立法院提出 陪审团审判制度 年度评估报告 陪审团审判制度 评估委员会所需 之专任工作人员 办公处所及经费 由司法院指引之 陪审团审判制度 评估委员会 为执行第一项锁定任务之必要 则向司法院法博部 全国各级法院 及警察署调阅有关文件 要求提出原始数据资料 请求相关人员到会说明 及派员方式各法院 实质陪审团审判制度 之现况 第129条 本法实行日期 由司法院会同行 行政院定之 立法院应于本法实行 三年后 听取审判陪审团审判制度 评估委员会之综合报告 重新议讨陪审团审判制度 适用范围及制度设计 宣读完毕 好 那条文已经宣读完毕 那我们现在就 开始进行大体讨论 邱委要讲吗 好请邱委员 主席 那今天 这个 这个 实力的这个刑事陪审法 事实上 参审跟陪审 这个制度的优劣 事实上大家都 非常清楚啦 各有优劣嘛 那也有 很多的国家实行陪审制 很多的实行参审制 那这个 可能要 花好几天的时间都讲不完 不过 现在其实大家要讨论的是说 这针对这个审查的这个司法院的版本 的参审制 我为什么说司法院的版本的参审制 就是即便在许多的参审制的国家 他的参审制 跟司法院的参审制的差异 还是 应该是说有相当的这个差异的 那其实这个秘书长也非常清楚嘛 因为你要找一个 所谓的适合我国的国情 那到最后 这个 这个 仿效的对象是日本的参审制 但是日本的参审制 他是相对应来讲是非常非常年轻的 2009年开始 然后 他的这个机制跟德国也不太一样 跟法国也不太一样 跟很多欧陆的国家的参审制也不相同 但是呢 这个 我们现在就是说 时代力量的版本的陪审制 跟司法院版本的参审制 的比较 我认为时代力量的版本的陪审制 比较能够达成我们要 让人民参与审判的目标 就是说 司法院的这个结论就是说 要让人民参与审判 而且这是从我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呼声就非常大 那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这个所参与的 这第六条这个部分 我们是规定说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这个是从 刑事诉讼法的这个三十一条 强制辩护案件来的 那如果按照我们这个版本的话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你都可以进来 那 那跟司法院的版本 的第六条一样 我们在后面这个第七条的部分 也有规定 这个 这个第一款的第二项 第一项的第二款的部分 案件如果情节繁杂的时候 需要高度专业知识 非经长久 十日难以完成审判的话 有个但书把它排除掉 那我相信这是一个 比较合理的机制 就是说 你在前面的时候 把更多的案件 放到这个铺而来 那下一条的时候 去做一个限缩 但 但书做限缩 那 以这样的方向来处理 比如说有一些 繁杂的案件的这个问题 那你可以看到 当司法院把这个版本 他用这个十年以上的时候 哇 能够进来这个铺而的 案件都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那从这个人民参与审判的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这样的 这样的机制可能 比起 这个司法院的版本 能够让更多的人民 可以进一步的参与审判 第二点我要讲的是说 当你把它限制在十年以上 有情人之罪的时候 要非常注意 他的案件的类型非常单一 这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十年以上有情人之罪 无期主义 照死刑 案件类型非常单一 那我们这个是一样 跟司法院的版本一样 后面有一个成效的评估 你开始实行之后 那经过几年之后 有一个成效评估 然后认为说这样的制度 这样的变革 到底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成效如何 如果你只有一种 甚至几种 这个案件的类型的时候 你要怎么能够评估这样的效益 所以你看在德国 他的这个参审制的案件是 琳琅满目 五花八门 什么案件都有 那在甚至在十年以上 只有一种 或者是只有几种 我能够想象的 那你要如何到最后的时候 来告诉大家说 那我觉得说这个案件 这样实行结果是不错 我要继续再 进一步放宽到七年以上 有其屠营之罪 这非常困难 所以当司法院提出这个说法的时候 民间一定会觉得非常质疑啊 十年以上有其屠营之罪 就是那一种嘛 就是那几种 要么杀人 想不出别种啦 那你要如何能够到最后说 好 那一个三年以上有其屠营之罪 一个七年以上有其屠营之罪 这样用也不错 然后让他实行一段时间 所以这很难有这个说服力嘛 所以在成效评估的上面 没有更多的案件进来也很困难 那再来就是 其实实力的版本 司法院的版本跟很多参审制 有很大的不同 尤其是我真的没有看过说 有一个试用案件 类型到十年以上有其屠营之罪 那再来就是实力的版本 基本上 他还是维持的 从这个不管是加拿大 美国英国等等香港等等 他的这个 这个陪审制的主要的架构 他架构其实就是一句话就讲完了 就是由陪审团 来做这个有罪的评议嘛 那 刚那个司法院所提到的 比如说 你这个 这个 这个 没有办法完成评议的时候 要怎么处理 那个部分 就是一个细节性的部分 事实上司改会 这些民间团体 然后陪审团协会 也跟司法院去谈过 那也有 谈到说 那是不是就是用八票 然后一票怎么样 反正就是说 这不是一个拒绝的理由嘛 看来看去 这不是一个拒绝的理由 那再来就是 陪审制 为什么 大家会认为说 相较来讲 比 参审制 包括司法院的参审制 更优越的一个因素 就在于说 因为 参审制很难避免 所谓的权威效应 那更何况 在一个民主化 时间不长的一个国家里面 这个权威效应更明显 你可以看到 在德国的 这个参审制的法庭里面 它的布置是 检审变三方 都在一个平台上 在我国的司法 这个 的审判的这个法院里面 是法官 大家都知道 法官高起来 坐 坐比较高 然后简便 双方 那 坐在一个平台上面 但是法官就是坐比较高 这跟德国 的法庭的布置 就不一样了 那其实我跟主席讨论过 德国的 激压的被 这个被告 来到法庭 坐在法庭 里面的时候 他不是穿着看索所的衣服 坐进来 他是 要换成 这个 他自己穿着的衣服 坐进来 不要让他有一个 欲断嘛 所以这个权威效应 在我国 已经比在欧洲 这种 从 这个 这个历史非常悠久的 这个民主化的潮流的 国家里面 都已经 更严重了 更何况你现在 把 这个 三个法官 职业法官 那职业法官 拥有比较好的 这个 法律的 这个经验 审判的经验 然后法律的学士 这六个素人 他是完全在 论证上面 他很难不受到 这三个法官的影响 那陪审制就是 大家都是一样的 然后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 犯罪事实的评决嘛 那 根据很多实证的研究 也 也了解到说 在认定事实上面 在认定事实上 我不是说 适用法律喔 就是说职业法官 当然法律 非常 非常赚金嘛 这大家都知道 在认定事实上面 一般人 不会比 这一个职业的法官来的差 因为他 的人生的经验 他有各方面 甚至很多细节上面 这是一般的 传统的 法律人 枯燥而无法的人生 很难去 去理解的 那他可以理解到 一些 社会书的 妹妹咬咬的事情 知道说证人是不是有在说谎 被告是不是有在说谎 或者是说 这个犯罪事实的构成的逻辑性 等等 所以 那司法院的版本 跟其他参审制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又更加强了这一个 权威效应 比如说像这样的 一个中间讨论 在我们的 这一个 版本里面 没有这个东西啊 因为你中间讨论 把三个法官 然后九个 三个法官 六个国民法官 然后裴席 那个 那个叫做 厚普五的 这个国民法官 放在一起 那更 让这个 权威效应又更显著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大家一直在批评的说 到最后的结果 你试行 你这么少的一个 铺里面这么少的案件 然后这么少的一个 这个案件的类型 之后 然后又再加上 用参审制的这个做法 经过了六年之后 你会发现 没有改变 还是法官在判 那这样 我没有浪费了六年了 那这个 成效的评估 要怎么评估 成效的评估说 好 那觉得说 那其他的行种 要放进来 没有啊 你没有任何的参数 你没有审过任何一件 跟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甚至杀人罪以外的 案件的时候 你要怎么来做 所以 所以我们是真的是觉得说 单纯从 这样的一个陪审 陪审的版 跟司法院的版来讲的话 真的 以这个 我们的版本 比较能够 达成 我们要让人民参与审判制度 能够进来的 这个用意啦 也比较 符合 就是说 大家的期待 好 谢谢千委员 那我想陆续 我们在主条的时候 还是会 就这个部分 来做辩证 那司法院跟法务部 行政院这边 有没有就这个部分 要在 大体的部分 有没有要再说明的 律师长 大体的部分 跟各位委员报告 那么 基本上 我们没有办法 贊同採培审制啦 那 之前讲过的 我们就 不重复啦 我简单讲两个理由 请说 第一个就是说 那个判决啊 不复理由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这样讲 判决不复理由 我们要被告怎么上诉啦 他上诉要指责什么 比如说 陪审团采一字诀 认定 被告说 有杀人 那 对于 被告有杀人 故意这一点 投票了 但是 没有说明他为什么 有杀人的故意 被告抗辩 说他 有 他是不在场 那对于他 他 不在场 那投票 认定说 他是 他不在场的 这个不可採 那不可採的理由 没有 没有理由 那 这样子 判决 没有 没有理由 要被告怎么上诉 这个是 一个很大的缺陷 第二个 我们还是回到 Hang Juri的问题 如果被告 中罪再押 依照速审法 再中的罪啊 一审最长 只能押十五个月 当 羁押快要起满 比如说 第十四个月 那 平易的时候 那 没有办法达成一字决 比如说 八票认为 有罪 一票认为无罪 那就僵在那里 僵在那边怎么办 只好把案件 退回去给警察官 然后被告释放 那这样的制度啊 国民可以接受吗 这是我们最大的疑问 以上 那个邱委员等一下好不好 我们让行政院法务部这边说一下 来 来 就成如那个 救委员讲的 其实大家都 没有办法 全盘否定 不管是 参审或陪审甚至是官审 其实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 我们是 为了 帮老百姓啊 因为他们现在面临到一个 面对司法的一个困境 他们希望有一套制度 那么能够 让我们全民 大家都能够真正 非常的 平常心 来面对 这样的一个制度的 运行啊 所以我们要把心里面啊 把它放空 其实真正的自由啊 是免于任何的意识形态 今天你如果执着在陪审 当然你可以说出很多 在技术上运作的任何的 包括官审 参审的一些欺点 今天你如果执着在另外两者 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所以我们认为 讲到权威效应 在官审 在陪审 在参审 通通都会有这种 权威效应 如果有人是全然不可以采信 你采用哪一种制度 它的结局下场都是一样 我们一定要建筑在信赖 如果信赖啊 那么一个法 才能够运作 才能够执行 那么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 我们今天再继续讨论 就是在一个十年 还是坐在这边 官审 陪审 参审 不能决定 我们目的就是说 如果能够透过循序漸进 这是一个选票决定出来的 那么一个执政党 那么透过立法委员 能够会及民意 那么我们行政机关 跟我们司法院 既专业 既实务的运作 那么我们能够找到一个 能够循序漸进的 一个法官 一个老百姓 大家在一起 如果我们都能够信赖他 六个素人 不会去影响 三个职业法官 三个职业法官的 所谓前卫效应 也是我们预测而来 所以我们只有一个理念 那么就我们行政机关来讲 我们跟司法院 他们我们既专业 既经验 我们多次的讨论 都能够找到一个目前 能够运作的 而且这个可以采集到 这个所谓的官审跟陪审 他们的职中 这个就是一个中道 老百姓要看到的是一个 可以运行的 所以也是我们法律人的 常常在讲 任何的良法美意 如果没有办法落实 它都是空谈 谢谢 邱委员 简单回应一下之后 就足条 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坐在这里 然后要讨论这个人民参与审判 当然是认为说 现在这个制度 是有很多的问题 那人民也对 这一个司法改革 非常的不满 人民对司法非常的不满 任何的民调都可以显示这一点 那这有非常多的原因 今天如果说 我们这样的制度 我们现在的司法 跟德国人在对他的法官 或者是说他的司法 的信赖度一样的话 那我们不需要司法改革 那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说 针对司法所产生的很多的弊病 这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 很多在台湾司法界所会发生的新闻 在很多国家都不会发生 这其实是害人听闻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要去进行这样的有效的司法改革 而不是说今天拿出来 只是说要来告诉人民说我们有做 或者是只是一个橱窗 就是说大家现在批评了 就是说阿你就有六百走 那我就有在做了 然后就来进行 当然不是这样嘛 我们希望能够 这可能是办过你的十年以上有情案件 在台湾最多件的 我不敢说是不是最多件 但是至少是之一 就是说办过这样的类型 最多的律师之一 他说什么 他说司法院所提出的这个不踩 陪审制的理由 根本都不是理由 第一个就是你说的Hunt jury的问题 没办法做出评例的问题 这是一个细节性的问题 也有其他的制度 就是说有其他的 这个比如说用8比1的方式 事实上你们跟司法会也有谈过 或者是说干脆就由法官来判 这不是一个理由 你今天不踩陪审制 你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你不想要放给这个人民自己来做决定 其实就是这个理由 那你说的时候判决不复理由 这个这也是一个借口 因为有其他的制度 西班牙的陪审制也有判决理由书 那这个细节性的问题可以再来谈 但是现在的状况 就是我是很感谢秘书长说没有再提那个违宪的理由 那违宪的理由是有够扯的 你今天你如果认为说 4至378号解释 就认为说陪审制违宪的话 请问参审制为什么没有违宪 宪法80条 法官依法律独立审判 那为什么你的参审制就可以进来 当你这样讲的时候 苏永清刚好可以来跟你讲说 诶 那人家这个我这个官审制是最好的 用看就好了 其他的司法院现在所提出的人民参审判也违宪 苏永清还做过大法官 还做过司法院副院长 还是慕尼黑的法学博士 也可以鬼扯一堆 对不对 这个才是导致现在 一直在原地踏步的原因 现在你不能够要大家接受说 好你现在拖了这么久了 官审制 然后到现在司法院 大家说 诶 现在不可以再拖下去了 我们要来照你这个方向走 然后五六百件 那五六百件又运作了六年之后 那这个成效是说 诶 那这个成效到这会发现说 诶还是法官在判 那这样的状况到时候 这个人民是有可能接受了吗 应该是说 认真就是 叫做Taking Rights Serious 认真的来讲说 到底要怎么样 来认真对待这件事情嘛 那我觉得 这个理由 都是 不存在的 这个理由都是非常荒谬的 就像林俊宏昨天那篇文章写的 你真实的理由就是 你认为 你不想要让 这些人民自己 做成一个 到底有罪或无罪的 平易嘛 那 如果说 其他这些Hungry 或者是说 这一个判决理由书 我们都同意啊 好来我们来写判决书啊 那Hungry 我们也同意说 你如果看你要怎么 说没有办法做出平易的时候 我们来设计 一个制度啊 这样司法院 就会接受 陪审制吗 我的疑问在这里啊 否则的话 你就是 只是拿一个借口来告诉 人民说 或者是这些 要希望能够真的人民参与审判 这个呼声而已嘛 好 来 旧委员 接下来李委员 接下来賴委员 好 那个 刚才次长 法副次长提到就是说 无关政党 无关蓝绿啦 好 这个东西我非常非常的认同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会举办这个公听会 就是希望能够 呃 广听民意啊 那也特别谢谢那个 呃 MU长 呃 公听会之后啊 总算在上个礼拜天的时候呢 呃 发布了一个讯息 就是关于就是说 司法院为什么呃 不采陪审制度 我们从媒体上面呃 看到了这个司法院的态度啦 那简单来说呢 呃 在今天呢 MU长也提到了 也摘要提到了 一部分这个司法院的意见 那我看到的情形 就是说 MU长 司法院提出来的理由呢 我觉得有几点啊 在那个 我那天听到公定会的时候 陪审的 主张陪审的意见呢 呃 我觉得可能司法院也应该要考量的啦 好 第一个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啊 司法院虽然讲到说 呃 是这个呃 陪审团跟法官没有办法进行相互的沟通交流 但我觉得这个不进行交互的沟通交流 本来就是一个好的事情 它并不是一个坏的事情 因为你法官为什么需要跟陪审员做 呃对不起 跟国民法官做沟通呢 不需要啊 因为你做的任何的指导 你本来就应该公开来嘛 他就是要让国民法官能够在不被你法官职业法官的引导之下 他可以做一个独立的判断 那这个从目前的参审制上面看不到 反而是陪审的制度里面 我看到陪审他提出来说 你不需要有三个职业法官啊 你一个一个法官一个一个职业法官就可以了 因为你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的法官 他不是已经工作负荷已经很重了 为什么你还要把这个工作负荷很重的法官 让他三个都把他抓进来干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呢 沟通跟交流 我觉得第一个司法院的意见呢 呃好像不太具说服力 那第二个呢 司法院又提出来说 呃原来陪审团呢 是源自要对抗统治阶层 这个跟我们的目的不一样 然后呢 那个民间的看法呢 就说陪审制度呢 他本来就是要对抗威权 他本来就是不要受影响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 不管是不是对抗威权 源于好 我觉得跟我们最后采行的制度 其实并没有绝对的一个影响 因为最终我们就希望 人民能够真正的参与 那现在问题是说 人民是不是真的参与 还是说人民只是背书而已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的部分呢 司法院又说了 因为今天也提到 Hong Jury的这个情况 那我看到那个主张 这个陪审的呢 讲说 Hong Jury的情况之下呢 他才可以落实 无罪推定的一个原则 那就问司法院说 无罪推定是原则吗 还是不是 还是你否定了无罪推定 如果你不能够否定 无罪推定的话 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 陪审团民间意见的主张 我觉得也不是不对啊 那刚才第四个呢 司法院又讲了 就是说 这个陪审呢 他的成本比较高 那这刚才已经讲了 陪审团的主张 民间的主张说 不会啊 你只要有一个职业法官 其他的是国民法官 你的成本 其实并不是会比较高的 那下一个意见呢 就提到了 就是说 司法院又讲说 哦 你的陪审判决呢 是不负理由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做事后的检证 然后不符合公平审判的一个 正当程序的要求 那陪审团的民间的看法呢 是讲说 最起码这个部分呢 只要民间在陪审的过程当中 是充分的参与 充分的检视相关的证据 像我们那天提到的 司法院的参审的版本里面讲说 要不要做证据的调查 是职业法官的权责 我们那天也举例说明了说 如果被告明明知道 你凶刀在哪里 然后你只要去把那个地方挖出来 就有个凶器在那边 就可以很清楚的证明 那职业法官如果认为说 不要 那这个证据就出不来了 他怎么能够反映 事实真实的一个真相 所以从判决书上面来讲 如果你的重点是在说 你要去写判决书 基本上面来讲 我觉得这个民间的看法是说 他不是也就节省了你一天的时间 然后再来呢 就司法院批评就是说 说美国相关的团体批评陪审制度 它的价值导致这个决议呢 它的争议不脏 可是呢 这个民间团体提出来的是讲说 美国超过九成的民众呢 它是支持陪审制 这就发现了就是说 两边所提供的这个资料的data呢 它数据是不一致 所以我的建议呢 就是说当这个司法院提出来说 讲说大部分人反对说 是不是拜托把资源的这个证据呢 也拿出来 目前我们没看到啊 然后呢 司法院又说了 我快讲完了 因为这是你司法院的这个主张 跟民间的一个相对的 司法院又说了说 法国跟日本呢 原来采取陪审制度的呢 现在都修正为参审 所以这个陪审制度呢 现在已经视为了哈 那民间是举了反证出来讲说 他说全球有五十多个国家 他还是实施陪审 他不是一个视为的一个制度 那司法院又讲了 他讲说陪审团呢 原则上不参与量刑 没有办法反映国民对量刑的意见 那民间的看法呢 基本上面来讲呢 我会觉得这一点上面来讲呢 民间看法 我觉得反而是比较有道理的 有罪没有罪 陪审团已经决定了嘛 那至于量刑的部分 我知道司法院也有在统计说量刑的部分 然后那天徐毅秀许大法官 坐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也提到说 量刑的部分 你其实不应该有主观的艺术进来 你现在有很多AI 有很多data 你已经大概可以统计说 以什么样的情况 你的量刑的range 大概是在哪里 这个让专业的人去做嘛 让专业人去做 其实并没有这个不太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那至于这个 那天那个秘书长提到 就说 哦 这个参审制呢 是7比5啊 所以期票是表示是多数 那天也有提到 就是说 期票 台湾2300万的人民 在司改会里面的 7票也好 5票也好 他未必真正代表 主流的一个民意了 所以 那民间团体 当然反驳说 你记错了 那天其实是7比7 不是7比5 这样的情形 所以在这个整体 我大概把司法院跟民间的意见呢 对整了一下两边的主张 我觉得陪审制度啊 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并行考量 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嘛 不需要太坚持说 一定要在这个当口的时候 你就决定说 一定要参审 陪审它有它的好处 为什么不能闹入考量 以上 谢谢 好 那请賴委员 主席 谢谢 我想这两次的审领有关参审 到今天 我们有 实在力量党团版本的这个陪审 我想 已经充分的表露就是 到目前为止 此时此刻 如果再做一次民调的话 我相信司法院得到的结果一定是 支持两个制度的人 各都有一定的这个基础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 我还是想要就叫司法院 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可能考虑 真的回到你们去年前年 跟民间这个司改团体的时候 也曾经协商到一个 可以融合的两轨并行的 一个版本草案 那虽然 礼拜一已经在 招委的这个 这个权力协助跟 一定程度大家的共识下呢 进行了这个司法 行政院会显版 但是我觉得 还是要回归国民感情 跟国民主权的话 一个新的制度要上路前 所谓的事情这件事情 也应该是一个司法 面对国人的一种开放态度 可以采取的一个 律法方式 它不是不能够融 也不是没有这个 双轨可能的一个设计 我今天刚开过的记者会里面 司改会董事长也已经拿出 当时你们的版本 那版本内容里面 刚刚各位 像贵民委员 选政委员提到的 这种 大家的不管是质疑 比如说这个判决书写不写 Hangeli怎么决定 或者是说 在这个选择权上面 都可以由国民当事人被告 他可以则选择 这个在制度跟机制上 早就有版本 所以我想 虽然我们自己当时在这个 上一届不在国会 但是我相信 上一届国会也曾经讨论过 到第13条 你们因为届次的状况 也没有往前 所以不是代表说 已经在这个 现有的共识下 全力支持参审了 所以我想 这是第一个司法院 还是得要面对国人 跟非常多专业 这个专业者 提出来的一个疑问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此时在这个 面对国民参审这件事情 以今天太阳花学运 温阳他们的案子来讲 其实国人可能最想看的是 这一类型 在陪审的关系中 或参审的这个审理中 是不是会有不一样 我自己就非常好奇 我刚刚看这个新闻讲 在这个律师团 他们都曾经认为说 这个何一廷的法庭 法官 对于这些案子呢 其实对当事人充满敌意 然后所以律师团曾经 申请法官要不要回避 我想这样的一类的一个社会印象 会让大家觉得对于说 其实法官真的是国家里面 当然他有一定的这个 这个全高位重的一个 一个社会深化 可是在审理案件的时候 法官真的这个权威效应也好 他对于国人 对他们的不信任也好 是已经日积月累了 那日积月累的印象 为什么不趁这一次 司法改革里面重要的 国民参与的知识里面 让这件事情可以比较 开放性的公开的透明的进行 那他要被进行被评比 他就要有两种不同制度 事情下面的一个比较基础 也可能作为司法院 法务部自己在面对 国人质疑的时候 这个很好的一个实证 我就不理解了 就是说大家苦口婆心 为什么这个事情一直没有在 这个三月这个时候 你们提出来法案的时候 再一次的去跟民间沟通 或再一次在版本中落实 所以我想我的发言比较说 从大体上来讲 陪审这个制度 在各国已经有52个国家 事情这个资料上很清楚 那韩国是我们最近 他在五年内的事情里面 他更确立了 陪审作为他们国家 在这个国民信任的这个法律 这个司法的这个改革中是好的 所以他们现在事情完之后 要正式更启动更多更深 更加大 那我们此时的事情 他参审也好 是什么 只有本刑十年以上 之前闲置律师讲 只占整个刑事里面 百分之零点零六 这是第一个 大家再质疑说 你真要是吗 第二个 如果像其他的版本里面 也是说最多扩大到 像陪审 我们这个实力版本 是到这个三年以上 就是说大家还是一直希望 帮助司法院保补 能够对于司法改革的这个信任上面 在版本上是可以回应民意的 所以我想第一个 就已经通过的这个 这个参审的这个版本 在礼拜一的协商的保留中 我想我们民众党也会 在很多的地方 在提出相对的协商的这个要求 跟内容的修订 特别就是在适用的这个案 案行上面 他整个这个行度上面也好 对象也好 其实是可以要更宽广的来谈 那第二个就是说 像刚刚讲的这种社会更矚目案件 你如果真的采取陪审 我觉得一定程度让国人更检视更面对 一个行为上面 他在国家的这个进程里面 他如果就是真的 大家认为是 这个转型正义的一部分呢 他如果就真的是 大家认为 此时我们国人面对很多国际困境里面 采取这种非暴力的 不合作运动的时候呢 这个刑期本身是打压 跟对于这种运动本身很大的挫伤 其实是六年后 那我就觉得一个这个刑事审判 他不是赋予这个定罪与否 他还更有社会上总体 国人意志跟国人的情感 这两重我都很期待 秘书长可以真的再思考看看 那我想我们在版本部分也很期待 稍微给我们机会 能够在并行或者是实行这个目的前提之下 去好好的让国人参与跟理解这个司法 好 谢谢賴委员 那我们大概 待会我们休息到十一点 好 现在休息 等会出会订阅 到视频 和这是准备小的 完整 在准备了 水 中 有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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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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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 明明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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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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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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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 在这个 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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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 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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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明明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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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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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這樣子這樣的文字修正請問各位沒意見 沒有 好那第一條我們就照這個修正文字 為促進國民參與 怎麼樣 沒有 好 為促進國民參與司法權之行使 提升司法之透明度 增進人民對於司法之信賴 特制定本法 我們第一條修正文字如上 通過 接下來我們討論第二條 第二條就是 陪審員被位陪審員 這些 那在科行評議的部分 就是 這個時代力量黨團的版本是陪審團 審判長要跟陪審團 做討論是不是 這僅限在這個 最重本刑死刑的案件 然後 終極評議有罪的話 就由審判長跟陪審團做 這個範圍跟討論做成決定 對 好那 那 除此之外當然就是 他是陪審制就是 有陪審團做有罪 與否的這個討論跟評訣 那 科行的部分當然就是 由法官來處理 好主席我會問一下 這個可能要問那個 邱委員你那個 最重本刑為死刑的案件 是由審判長跟陪審團 就討論 這是程序上 但是他的 比重 因為我們在討論參審制的時候 死刑的部分我們覺得是 要全員同意才算 那你那個比重你要放在其他的法條 還是你要 因為 規定 對 因為 你 既然講科行評議的話 為什麼寫 最重本刑 表示說除了 這個本刑是死刑以外 也有科行評議這件事嗎 你是特別挑出來的 因為是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跟委員報告就是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就適用了 所以 有一些案件 他的刑度 比如說三年到十年 那他就不會跟死刑有關 對 那 就是說 這個如果是 最重本刑為死刑的案件的時候 他如果 才叫科行評議 對 然後他會 他會在這個75條這邊 後面會有規定 就是說 在這個 情況之下 要怎麼來處理 比如說死刑的科處 就是非經審判長 跟裴審員全體 是同意不得為之 那就是百分之百就對了 對 後面的 十個人 法官跟九位陪審員 都同意 是不是 意思是這樣 我只是詢問一下 就是說 那個科行評議 他的 意義 或是說他的定義是什麼 謝謝 好 那請問各位 沒一件 沒一件的話 我們就照這個 好來 林秘書長 那個 那個 第四款的 中局便宜 跟第五款的 科行便宜 比較起來 因為 最後還有一個 科行便宜 所以那個 中局便宜 應該是 改為 罪責便宜 比較合適啦 因為他不是中局 在你們的設計中 他 他不當然是中局 但是 那個 比如講 罪責 罪責是 有罪無罪嗎 你沒有良行 裴勝團這邊是 沒有良行的 你要罪責 那個責是不是 他便沒有責 他便沒有罪 就是 他是定有罪無罪 所以 就是說 罪責這件事情 是由法官來處理 就是他 用以上 可以選擇做 有罪無罪的評議嗎 對啦 你們當然 就是認為說 這不是中局評議 但是罪責評議 因為 這個部分 除了你有罪重本行為 死刑的案件 才有良行的討論 不然他們 就是只有討論 有罪無罪 就是說 就陪審團來講 除非是有第五款的 這個狀況的話 或者的話 他在 做成有罪無罪的時候 他的任務 就已經結束了 所以這個文字上面 文字上大家 再想一下好不好 那這一條 我們就先保留 再回過頭來討論 看看大家 有沒有什麼 其他的想法 接下來我們討論 第三條 那這個部分是 被告 有 有選擇要不要 接受陪審團 審判的一個權利 這個跟參審制是不一樣 來 區委員 所以 這個就是 我們的制度的設計 就是他可以自己 做決定 那 吃法院的版本 是他沒辦法 有機會去 做 做這樣的 決定 然後 那這也牽涉到 就是說 實際上 因為 有一些的 狀況 事實際上 事實際上 司法院的版本 他的看起來 他的案件量 就是 這個 600件嘛 但是到底說 這一些案件裡面的被告 他是不是 希望能夠行 人民參與審判 也許他並不想 那 其實就這個部分的話 你也可以 如果他不想的狀況 是不是說 一定要強制 他說 一定要行 這個案件 對啊 這個就是可以在 思考的 那這個是一般 陪審制的國家 所採行的這個制度 那個 因為 這個 時代力量膽痕 這個版本 他們是三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罪 那這個部分 大概司法院現在統計 大概案件數有多少 三年以上的 有期徒刑之罪 6400件 6400件 不是 之前說 3600件 我不知道 你確定嗎 再確認一下 我們一年應該 因為光毒品的 裡面光毒品的案件 是2700件 那 毒品的部分 也沒有排除嗎 他們 毒品沒有排除 那個 實力黨團的版本 沒有把毒品排除 他們只有說 被告可以選擇 不選擇嗎 對 一個部分就是這樣 當然這可以討論 毒品的案件 你要不要排除 但是毒品的案件 恐怕 就牽涉到後面 有一個是認罪的 認罪的 認罪的部分 也把它排除了 對啊 秋衛如果說 被告有選擇權的話 會不會大家都選擇 不要 這也是有可能啊 所以 所以我說司法院 其實不用那麼害怕說 這樣的件數嘛 第一個 我們的 排除是先把普爾放大之後 然後後面還有排除的條款 第一個是說 你可以選擇 第二個是 認罪的 因為司法院的案件 也沒有排除 認罪的 認罪說實在的 被 你起訴 他這一條 然後他都認罪了 那你是不是還有必要這樣 進行這樣的程序 這確實也是一個問號嘛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 等一下討論到 後面還有一個就是 跟司法院的第六條一樣 就是案件繁雜的話 有 審判場去決定嗎 好 李委員 基本上面來講 我覺得這個 如果用陪審制的話 這個第三條的第二項 其實是一定要留住啦 因為 這個本來就是在美國的 他制度的設計上面來講 被告本來他就可以決定說 他要不要用那個陪審制 我覺得這個 因為他 他這個 以這樣的情形 所以那個 其實我覺得司法院也不用太擔心啦 因為如果說他 不要用陪審制的話 那是他自己選擇的一個 是被告自己選擇的一個結果啦 但我覺得這個 這個就不應該去排除說 被告沒有這樣的權利 來 委員 我想請教那個司法院 假設我們現在的前提是 就是考慮兩個 陪審跟參審都有可能 甚至是並行的情況 那 那假設我們是說 OK五年以上的話 必須要走陪審或參審 那 那這怎麼辦 這就是被告說 OK我不要陪審 那他必須走參審嗎 還是 就是假設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現在在看這個陪審就是說 這個也有可能實行嘛 那 會員的意思是說 我們如果兩制並行的話 對我們如果兩制並行的話 那 被告不要陪審 那這一條進去 是不是 就整個都亂掉了 就被告不要陪審 那是不是一定要走到參審 十年以上 十年以上的 可以確定那個行業內的保留嘛 對 所以 就是整個會亂掉了吧 所以 我覺得 我不知道這個帶怎麼走下去 好 那司法院 來說明一下 就是 如果 不踩 他被告有選擇權嗎 他拒絕陪審制 那是不是 如果是踩病行的話 是不是回到參審說 那他就要接受參審 第二一我們完全不考慮這個 所以我們很難想像委員的假設 可是這假設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好 來 接下來 李委員 李委員是不是讓賴委員先發言 然後再李委員 我想 吳怡丁委員就舉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剛剛在講說 如果 事行作為一個 兩制 並行的話 這個討論就非常的重要了 如果說 我們自己對於參審這件事情 也沒有說 讓選擇的這個機會存在的話 那 問題不是一樣嗎 我到底可不可以不選擇參審 這是第一個前提 第二個 如果兩鬼的話 我不選擇哪一個 這不是一個選擇嗎 這是同樣的邏輯 所以我不覺得會亂掉 你就是我們自己在設計上面 如果你們覺得參審 作為一個三個法官 然後六個國民法官 這樣機制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方式 讓人民不放心 他就不會進入那個 如果一個 一個法官 九個陪審員的這個 國民覺得說 他被告覺得說 這個對他 我自己評估評估 因為你們還設了公社辯護人 你們還是讓很多被告 本來要 資的權力上面 資訊的權力上要對等 他就會去做選擇 所以我不覺得這個東西 有那麼 讓國人說 我無所適從 好 劉委員 對 其實我要講的跟那個 呃 賴委員很相近 他不會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就是在設計制度 現在就是你要把制度建立起來 啊 比如說像那天那個 呃 我們上次開公聽會的時候 徐秀 許大法官也提到 就是司法院提出來說 哦 這個東西跟我們現行制度不符合的 呃 徐秀提出來 徐秀大法官提出來說 司法院回應說 啊這跟我們現行制度不符合 他沒有說 你現在就是在修法 你現在就是在建立那個制度 徐秀大法官也提出來講說 他說你的設計上面也可以說 比如說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你是用假設你是用參審制 對不對 然後假設你五年以上 得到十年之間假設了 你是用陪審 我不知道了 我們現在在做制度的設計 所以制度的設計 的時候呢 你既然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你在你的制度設計的時候 就應該要把它納入 這個才是你真正用開放的心胸去考量 什麼樣的情形 讓民眾真正的參與 那回答到剛才的 如果你的制度已經設計對的話 那你就不會有它會亂掉的問題 不會 因為你在制度設計上面的時候 就已經設計了 但重點是說 被告 因為這個是攸關被告的權利 對不對 也真正的是讓人民能夠參與 所以被告他可以決定說 他自己決定說 他不要 那不要就回歸到原來的 譬如說職業法官 你直接去審 還是怎麼樣 在我們在現在討論制度設計的時候 就會把它設計出來了 好吧 以上 如果這樣我建議這條保留好嗎 好 因為大家討論都不太方向 好 來 蔡市長 其實齁 從剛剛齁 那麼各黨派的委員提出來 你就可以知道 我們老百姓是要一個窮異於現在的司法制度 那也就是表示 把所有一切的司法 這樣不公 甚至一些流弊 都認定現在的這些職業法官的審判 是有問題的 那你又要呼籲被告去選擇一個審判制度 這樣的權利 其實啊 我們認為違背國民參與審判制度的目的 那麼這也違背平等原則 比如說被告兩個共同傷害被害人 那參與程度都相同 那麼各自是用不同制度就分後不同的結果或量刑有重大的差異 能夠不能夠上訴也不同 這個顯然違背平等原則 其實啊 既然你認為很好 那你又要一個被告去選擇 他又可能產生不平等 所以我們認為說啊 這個也牽涉到 我們認為並存的去試刑是不可取的 因為第一個已經極度的來限說說要600件或1200件 現在的陪審要有6400件 即便再怎麼限說 他的數量也都超過現在減審的這個負荷 所以我們認為啊 那個不能給被告啊 去選擇 那麼接受不接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 謝謝 好 那來邱委員 補充一點啊 這實務上 次長這樣講 我有點差異就是說 實務上被告 在我國的現在的刑事實用制度裡面 有沒有選擇的機會 當然有啊 認罪協商 不然的話 為什麼有的案件是經過協商 協商就是 被告認為說 他符合刑事實用法上面這些協商的程序 所以他認為說這樣可以做 然後他去來談 那甚至說選擇協商之後 可不可以說 我現在協商啊 我開始協商好可以 我是辯務人 我跟檢察官講 講好 檢察官說不行 這件齁 一定要四個月 被告說可能三個月 那怎麼辦 再回到審判的程序啊 那包括 所以 在我實務上 本來就有這樣的制度啊 那我現在 是覺得說 因為司法院一直在提到 從去年到現在 本來七年以上有期推運之罪 那純粹就是案件的考量 認為說本來一千兩百件 太多了 然後現在所以把它調整到 十年以上 有期推運之罪 那既然如此的話 如果是一個案件上的考量的話 那 維持本來的 比如說 這個或者是大家講的 不管是五年 或是你本來的七年以上 讓這個普爾的 這個案件變多 如果那個案件的種類 也變多 不要說只是單一的 一個 一個類型的話 然後再透過 被告擁有的選 選擇權 然後去 甚至認罪的案件 不用讓它進來了嘛 然後 你就可以 舒緩你的案件的壓力 但是一方面又能夠 顧及到說 讓這一個多 比較案件比較多的 或者是說比較 這個 這個不是十年以上有期 就是 知罪也可以進來 這應該是一個 比較 好的做法 所以 其實你即便不採用陪審制 你也可以參考 我們這個制度上的設計 來 舒緩你的案件的壓力 好啊 來 蔡市長 這針對區委員 謝謝區委員的指教 因為 在我們 國家的 刑訴審判實務裡面 我們的被告 是沒有選擇權的 剛剛區委員可能 認為說 被告可以選擇 認罪不認罪 即便你認罪不認罪 我們仍然 選擇權不是在被告 那麼 所以我們 對於 美國聯邦憲法 他當然 他有規定 被告對於 陪審制度裡面 他有選擇權 但是我們 憲法沒有這樣規定 那麼而且啊 那麼在我們國內 各位思想 都是新的 新而美的一個良知啊 這個一定要大家都所惜 你現在 我們連我們檢察官法官 都要在受訓信念 你叫老百姓被告 那麼去 去選擇 這個他沒有那個能力選擇 既然很好 我們要限縮一些案件 那你還要讓他選擇 要不要進來 這個整個體制啊 會非常的紊亂 可以想見啊 將來整個這樣的一個 訴訟審判實務啊 包括檢審辯 三方面都會亂成一團 所以我認為說 你要 就這個 要就那個 因為 我們單一的 要來試行 都要 挑幾個 為什麼要挑幾個 馬上就有數據來告訴你 是六百個現在可以附和 一千二就不能 所以 謊論是三千六 還是六千 六千四 所以這個部分啊 大家都很好 問題是做不到 所以 要考量到啊 他能夠切切實行 那位委員 那位委員 好 那 好 好 大家要喊飽了 那這一條我們就 我也要表示一下意見 委員可以 主席可以讓我們 求法官說明一下嗎 好 求法官請說明 是 呃 主席還有 現場各位委員 那 我們對於這一條 研究的意見 是覺得說 選擇權 它可能在我國法體之上 是不符合的 那剛剛 呃 法務部蔡市長也說過 這個 呃 有關於 是不是適用通常 程序檢視審判 或檢視程序 其實很明顯 在我國是不能選的 那 所謂協商判決 這個也是不能夠選的 並不是說 被告 想要協商判決 就一定會協商判決 依照刑事訴訟法 455-2的規定 他必須要 也要檢察官來 向法院申請 簡單講就是 檢察官的部分 也要同意 法院同意才行 那 大家會舉 美國聯邦憲法的例子 呃 覺得說好像美國的被告可以選 但是 事實上我們舉 呃 聯邦刑事訴訟規則 第23條A 他的規定就很明顯 就是說 被告要放棄陪審審判 也要必須經過 檢察官的同意 還有法官的同意 所以他也不是一個選擇權的例子 那回到 呃 現實的狀況來 當同樣罪責的呃 供犯 那 一個選 所謂的參審 一個選陪審 結果不一樣的時候 定罪或者是量刑結果的不一樣 都包括在內 那 這樣的一個情形一旦出現 不但對於 呃 我們想要達成這個 所謂的讓人民了解司法 司法的透明 還有提升司法公信力 這一部分的這個 立法目的可能就會受到一些損害 而且會造成類似一種比較 鼓勵人民有點色性性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只要選對了 可能就會 得到比較有利的一個結果 那 我們 也不能說 呃 這個就是你自己選的啊 被告了 你自己有選擇權 你選的 所以結果這樣你必須接受 為什麼呢 因為 刑事審判它的這個 確定的這個刑罰權 它應該是一個 呃 要有 具有公平性跟穩定性的一個因素 那應該 是用同樣的一個制度 然後得出同樣的結果 才能夠提升信賴 那 另外一點就是說 事實上在 如果我們肯認這樣的選擇權呢 我們可以想見 一般不懂 刑事訴訟程序 或是不懂這樣的一個程序的一個 被告 他會自己去選擇嗎 大概大部分的結果 會請他的辯護律師幫他選 所以 後續衍生的 會有 呃 另外實務上的一些問題存在 那 如果 依照現在的 呃 版本來講 三年以上雖然 固然擴大了這個案件數 但是經過了選擇的結果 到底每年會有多少案件數 也是不確定的 那不確定的結果 怎麼去預估預算 未來在成效評估 怎麼去對比 做一個有效的評估 這些都是 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是看條文 有這樣的意見 也提供給委員們參考 以上報告 好 我們這條就保留了啦 好 接下來我們討論第四條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來 民主長請說 呃 不會啊 不會啊 因為那個名詞的定義 不是第二條 陪審團 就是由九名陪審員組成的團體啊 對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 他是案件 然後由這個 法官一人 及九名陪審員 組成的陪審團為之 應該是不會吧 好 那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的話 我們就照這個 實力的版本 通過 接下來我們討論第五條 好 第五條 不好意思啊 那個邱顯智委員在看我 我現在還是一樣 第五條看起來好像沒怎樣啦 可是在我們有一些其他的那個政黨的委員會提到說 如果未來 參審制跟陪審制都要一起並行 那你看一下第五條是不是就怪怪的 就是 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 適用法院組織法刑事訴訟及其他法律之規定 那其他法律就可能是參審制的法律 所以這一條我是覺得可能要保留啊 你知道為什麼就是剛剛在討論的 就是他那個被告有沒有自由選擇 選擇權的這個部分 這邊就已經碰到漢格了 所以我覺得說這一條 就是當然有假設前提啦 就是未來如果有通過這個的話 這一條可能也 我是假設性的要保留 這一條是跟司法院的版本是一模一樣啊 但是司法院他們並沒有提出陪審制的版本 司法院他們是參審制的版本的話 所以沒有就是說在那個整個邏輯 或者適用範圍上面是沒有什麼矛盾的 但是如果有一些 我提到 那這個第一句齁 其實司法院的版本跟實例的版本差異是在第一句 那其實第一句他就把那個行國民參與審判 就是司法院的這個國民參與審判把它排除了 我意思是說這個要限定在是行陪審團審判的案件才有啊 就是說第五條有沒有 第一句的時候在行陪審團審判的案件才會 那其他法律之規定是指什麼叫其他法律規定 參審制的法律也叫其他法律之規定啊 不是應該是說其他法律的規定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用法你要講得非常清楚啊 就是說看起來你如果一個被告你只能選參審不能選陪審 只能選陪審就不能選參審嘛 對不對 就是兩 對啊 這兩制並行的時候 所以我是說我提出這樣的疑慮啊 那個文字可以不用修改 但是我提出這樣的疑慮 未來如果真正在立法院如果有變成這個的話 這個可能就是要改啦 兩制並行是兩個法案嗎 不會吧 我不知道 兩個法案 現在沒有人敢講啊 因為講太多就覺得好像又被罵的機會比較多 所以還是不要講比較好 如果照劉委員這樣討論的話 他的意見 欸這樣是兩個法案對不對 好 好 那這條我們就保留啦 其實這爭議也不大啦 那個 就不是爭議不大 就後續會解決這個問題 來 林明優長 那個 刑陪審團審判啊 第四條有同樣的問題啦 那審判的意義是包括定罪跟良刑啦 那 所以他第四條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呃 還有一個問題啊 就是說 你 陪審團 不會參與良刑 原則上 原則上 所以是回來第四條是嗎 還是喔 跟第四條的用語都一樣啊 那第四條有這個問題啊 是什麼問題啊 就是刑陪審團審判的案件 那問題是說 陪審團沒有在審判 是定罪而已 意思是這樣 審判的意思應該包括定罪跟良刑啊 那但是大部分的案件呢 陪審團他只有做到定罪而已 所以這個地方講到 因為國民參審的話是參與全部 所以用審判意義概括知識 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地方可能有一點 呃 疑義 沒有反應這個 好 來 吳委員 是這樣 因為我們呃 禮拜一的那個參審 他是 他第四條過了嘛 我們沒有保留嘛 那他是寫 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 然後後面都一樣嘛 跟這條一樣嘛 那 那個時候我們這個沒有保留嘛 那 我們第五條 如果說他行陪審團審判之案件 這個這個也過了 那兩個 兩件事情是不是相抵觸啦 沒有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在主條 然後就是 將來這兩個版本怎麼樣 怎麼樣 就還是我們還是要最終要選擇一個版本啦 對 然後 然後 不是我同意 那我的意思是說 呃 我們我們有兩個可能嘛 最終 一個是 呃最終選擇一個版本 那另外一個可能是 並行的可能嘛 那如果說 呃 因為我們還是要讓 並行的 的存在有可能嘛 那如果說你這一條也過了 沒有保留的話 那並行 這兩件事情就會衝突了嘛 所以大家就是希望再回過頭來保留是吧 就大家意見的話 現在就是 兩個 那是不是跟各位委員再確認一下 我們就第四條 在 就是在保留 好 反正會送血商啦 好 第四條 來 邱委員 剛剛秘書長講的 他 就是說 因為這個是所謂的 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嘛 那人民參與審判 齁那 不管是參審或陪審 陪審當然也是一個人民參與審判的 的制度啊 那現在 的狀況 齁 只是說他的設計跟 這所謂的核審核判 不一樣嘛 齁 他有的狀況 他是只有 處理這個 這個 罪的問題 沒有處理刑的問題 那所以 如果他用於是行陪審團審判案件 這沒有什麼不妥啊 因為人民本來就是 人民參與審判 好 然後陪審制 這 人民本來就在做人民參與審判的工作嘛 對啊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是還好吧 對 我們就 因為也已經喊通過了啦 那反正將來還是有協商的機會 那第五條 第四條 第五條我們就保留 現在我們討論第二章 張明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適用案件及管轄 好 沒有意見的話 第二章張明 就叫 時代力量黨團版本通過 接下來我們討論第六條 就是範圍 對不起 第六條的部分 我就是想要直接問一下 因為那個 時代力量是以三年以上 那這個案件真的是非常的多 那在我們參審制裡面的話 就是十年以上 那這個部分有沒有可以討論的空間 還是你們認為就是一定要以三年為主 因為 這個 這個就是 其實這個沒有所謂的 價值上的選擇啦 只是說在司法院的能量 或者現在我們的那個 律師啊 或者是相關的審檢方面 他們的能量有沒有可能在法 法律通過之後 馬上就可以處理這麼多的案件 其實是應該有審卓的空間啦 好 第一個部分 第一 等一下 不好意思 劉委員你是要問邱恩嗎 不會吧 他寫的 好好 那邱恩你等一下 我們請務委員先發言 然後你再綜合說明 我覺得當然有考量 就是一開始我們是不是要 一開始就全部放寬 那可是我覺得最終的話 還是要放寬下來 因為我們當時候在討論 要實施陪審或參審 其實就是要讓人民參與嘛 那時候想要人民參與 是因為像實安啊 性侵啊 兒哨的這些 這些相關的案件嘛 那這些相關的案件 我們放到最新本型三年以上 才有可能包含這一些案件嘛 我們之前參審的只有包含 十年以上的案件 其實大部分的 性侵啊 實安啊 兒哨的問題都 這些案件都不會被 納進來 所以我原則上是支持這個三年以上 但是我也是同意 我覺得可以可能可以逐漸開放 好來邱委員 就是說三年以上 這個是刑事訴訟法31條的 所謂的重罪 三年以上 我國的這個刑事訴訟制度 所謂的重罪 就是三年以上有起訴訟之罪 也就是強制辯護案件 這種案件就是起訴之後 一定要有辯護人 或者就是說訴訟程序不合法 那根據司法院之前的報告 是3700件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秘書長又會講說 是6400件 我也怕一條 那 因為我們的這個案件 如果是3700件 有的是說3600件 的評估的話 台灣每年的刑案是20萬件 說實在的 就已經非常少了 那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再搭配這一條 你看第一句就是說 他一定是被告未認罪之案件 那被告如果在偵查中 或是起訴之後 已經認罪了 他就不會到這個扑爾裡面來了 所以這其實這種案件就已經 這個減少太半了 那 因為司法院他一直不把這個 被告認罪的案件把它排除 那我們也是覺得非常納悶 你被告都認罪了 那到底你在行這個制度 到底的用意是何在 那被告已經認罪的情況之下 就是說 被告認罪 他就不用適用到陪審團的這個審判 那沒有認罪 然後三年以上 那我最後要講的就是 當然這還是可以 討論嘛 但是總不至於說 十年以上是 我目前所遇到認識的 這個法律界的人事律師也好 法官也好 檢察官也好 大家都覺得十年以上是非常奇怪的 怎麼會一個案件我們現在在 試行一個 這一個在台灣 這麼重大的一個審判的變革的時候 結果用到最後這個門檻高不可攀 那幾乎只有這麼少的案件 來可以適用 那剛剛吳委員講的 包括酒駕的案件 違反食安的案件 公共危險的案件 許多的現在所涉及到的 包括貪污的案件 都用不進來 所以你已經把 現在 國人所關心的 幾乎所有的重大矚目案件 包括銀行法的案件 通通 都沒有在你的人民 參與審判制度進來 那我剛才就是一直講 你就只剩下殺人罪嘛 那 十年以上有期律令治罪 那剩下殺人罪 那不管認罪不認罪 你都把它放進來這個制度 那將來六年之後 你要再做成效評估的時候 天啊 你就是只有一種 一種 類型 可以去分析嘛 那這樣的結果 分析的結果 要怎麼樣去 得出一個結論說 嗯這個 這個制度可以再 進一步的 操展到其他的罪 因為你其他的罪 因為根本都沒有 這六年 就事情的六年之後 其他的罪 食安的 然後什麼 什麼湯屋的 然後這個酒駕的 什麼通通都沒有 那要怎麼樣去 根本沒有 沒有一個資料可以去分析嘛 好 那這一條 你們就保留吧 來賴委員 主席是這樣 我看那個 賢治委員的這個版本 他的第二款 就是說 其他由司法院 以命令定資者 這個是不是包括您剛剛講 比如說重大的公安 環安 或者是其他的事項 來作為他命令的範圍 因為在司法院的參審制 他有 他的第二款 比較是處理 故意犯罪 因而制人於死者嘛 那這個我們在 實力版本裡面 目前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是怎麼樣 你們的設計裡面 這兩個之間 包括這個由司法院 以命令定資者 有沒有一定的範圍 這個就是說 希望能夠給 司法院有一個權限 如果這個鋪 將來要再放進來的話 那因為有一些 說實在的 講坦白的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在這個刑法上面 他的類型就已經不多了 所以你看二十萬件 如果用這個標準的話 他才會有三千多件嘛 表示什麼 剩下的十九萬件裡面 都不是這樣的類型 比如說有一種是 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 這是一個範圍嘛 那有的是 比如說五年以下的 他也沒有在裡面 所以這個就是讓司法院去判斷說 到底有一些是不是可以再把它放進來 那 委員剛剛講的那個第二款 司法院版本那個 前款情形 故意犯罪因而至人於死 這個 也是一樣 這個就是又是 就是 他的範圍都會限制在 侵害生命法醫的類型 傷害致死 妨害自由致死 妨害自由致死 然後 比如說 那個 淩虐致死 類似這樣子 才會到他的這個 破裡面來 如果是過世致死的話 也沒有放到這個裡面來了 所以 到最後司法院的版本 我不知道 然後這個 秘書長也許可以補充 這個第一款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就是殺人罪啊 不然的話 還有什麼樣的類型 比較普遍 那第二個 就是前款情形外 故意犯殺 這個 犯罪因而至人於死的 就是 他沒有殺人的故意 但是他有傷害的故意 重傷害的故意的話 就是傷害致死 重傷害致死 那不然就是 妨害 妨害自由致死 類似這樣子 那 那類似這樣的 類型 然後所以 到最後他的 試用範圍都是非常單一的 就是 侵害生命法醫的犯罪而已 其他的 酒駕的 好 這個是 危險食安的 什麼公共危險的 離離扣扣的 全部都沒有啊 好 那個我處理一下 我們上午會議的時間 我們就進行到 十二點三十分 那我們下午是兩點 繼續開會 好 那第六條 我們就保留 好 因為大概 這個爭議 這個範圍啦 因為確實這次推行這個制度 一定要考量的 限時面 接下來我們討論 第七條 那第七條跟 我們參審制的 這不是 就是我們禮拜一審的 參審制的 第六條是一樣的 好 那 這個也是 限縮啦 就是這些部分會排除 來 來 劉委員 第六條的部分 那個 剛剛邱委員講的 滿有道理 但是我有幾個疑問 想要問一下 就是說 因為 陪審制呢 只有在做定罪與否 所以 十年以上 如果是放 就是把它改成十年以上的話 大概都是有罪啦 那是如果 我是說如果經過陪審的程序 那 如果是 三年以上的話 就很難講 那其實這個 對於 國民在看待說 已經有被檢察官起訴 說是三年以上 然後最後陪審團 經過這個陪審的 審理的結果 以後變成無罪 這個恐怕也是要一番 社會上面很大的 這個爭議啦 另外我要請教就是說 如果是多人犯罪 所謂的多人犯罪 就是說 有可能 有這個主要的犯罪者 還有其他的可能是 協力的犯罪者 可能 有個人是三年以上 有的人可能是 一年或兩年 比如說 小偷強盜 你也知道 這個比我們更熟悉 那這個呢 也會在陪審的適用範圍內嗎 如果他的選擇權 那選擇權的話 就是變成 是以主要的被告為主做選擇 然後次要的被告的話 就不能選擇 是這樣子嗎 這個可能要稍微講清楚 這樣會比較好 那因為我的疑問 就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 因為這個陪審制度 只有做有跟沒有 的部分的話 這個其實也會有相當多的爭議 所以這個是不是 第一部分我想請邱委員 那第二部分就是 我剛剛也是 好像是邱法官還是次長所提到 如果有多名被告 那他的最新本刑 有的人是三年以上 有的人是三年以下的話呢 是不是也適用這個陪審制 好 這個第八條會討論到 對 沒關係 那就是反正就是中和啦 那現在就是那個 還有沒有委員有沒有意見 那我們就 剛剛劉委員的意見 因為第八條 也是會討論到這個問題 那邱委員請說 簡單回應 就是說現在的事 等一下這個秘事長也可以 如果有不對的地方 也可以補指證 就是現在實務上 其實如果你被檢察官起訴之後 我國並不是像日本一樣 說百分之九十九點多少 都是定罪 沒有啦 起訴之後 後來依照現階段 然後這個 被判這個無罪的也所在多有 為什麼 因為刑事訴訟一個很大的功能 就是在避免冤錯案 所以 一定要是經過非常嚴謹的調查程序 而且請守無罪推定原則 法官判被告有罪 一定要到無可懷疑的地步的時候 才可以判有罪 但是即便如此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現在的司法 會有很多的被這個批評的地方 就是因為這個 冤疫的這個問題嘛 你看現在最近 將要5月15號 要判的在台南的謝志弘案 他是一個 已經被關了十幾年的死刑犯 然後現在 因為檢察官的主動 這個申請再審 所以現在開啟再審 只有5月15號要判 連死刑都有可能會被冤枉 然後甚至 就是說 有非常高度的這個危險 被執行的危險 所以 就這部分 我 我限制 已經 就是說 按照我們的現在 刑事輸入的操作 起訴之後 我們也不是像 這個 這個日本一樣 都 幾乎都判有罪不是的 好 所以在就這個部分 其實國內學者的研究 才會說 司法院去 這個參考日本的 這個 參審制 大家是覺得非常奇怪的 因為就這個部分 我國恐怕比日本的 刑事審判 進步非常多 那即便如此 國民對刑事適用審判制度 不滿的 情況之下 我們現在 坐在這裡就是思考說 要怎麼進一步的 去 去改革 然後有效的資源要去 如何去運用 那 第二個部分就是 即便 第二個部分回答 這個 劉委員的問題就是說 即便現在 共同被告 一關的 很多人 比如說 10個飆車少年 然後去 恐嚇一個 深夜未歸的人 然後叫他把錢 招出來好了 那他本來 有的是少年犯 有的是 這個 成年犯的情況之下 他的審判程序也會割裂行使 這主席其實 當法官非常清楚 所以 他的刑事反映出來 第一個 刑事反映出來就會不一樣 比如說少年的 跟這個 成年的就會不一樣 第二個 當 這個 到審判程序進行的時候 他其實 也會走到不一樣的類型 比如說 有的人 他就是 這個 就一開始就認罪了 而且跟當事人請求賠償 那有的人 他從頭到尾就是 敵死不從 無罪打辯什麼的 最後被判有罪 所以他 反映出來 他的刑度會差異非常大 這個都是 非常 這個在我國現狀的情況之下 就已經非常 這個平常的這個狀況了 所以 不會說 因為 因為 假設 就像剛剛邱法官 他談到的 適用的 的 刑事程序不一樣 這在我國 的 這個公文被告的狀況 本來就存在 好 那也不會有 任何一個 這個 學者或是專家 認為說 這樣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反正就是 你選擇什麼樣的制度 你就是用什麼樣的制度 來走 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那 被告是否認罪與否 是不是 從什麼 就是說剛剛提到的 是用主要的這個被告 或是怎麼樣 不是 就是要看 這個被告的自己 個人 就是說因為 每一個被告 基本上 他是一個 一個個案 那就是 國家對這個 被告 具體的被告 刑罰權的有無 跟他的範圍 其實是用在確定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從 單一的 比如說 然後我 認罪 那我可能我就不適用 這個 陪審團的審判 那有人 不認罪或他 他選擇用陪審團的審判 類似這樣的狀況 好 那個 那個 你是要再請司法院 還有法務部說明嗎 如果他們有補充的話 如果沒有補充我覺得 沒有了 但是 我不認為我被 就先是說服 因為我覺得 這個自由裁量 跟自由選擇權太大了 那第七條 我們保留了 因為在 第七 我們現在 第六條 我們已經保留了 第七條 那第八條 其實跟 第八條就是 我們一定要考量 將來參審制 或者是陪審制 如果數個被告的話 怎麼去進行 那這個確實是非常 還有他 還有他 還有 抱歉 抱歉 第八條是他犯了 應該行陪審團審判之罪 還有非因行陪審團審判之罪 合併起訴的話 就是法官有裁量權 是審判長嗎 那就是一位法官嗎 對不對 這個就是讓 審判長有一個裁量的機會 跟第七條一樣 就是 要不要適用案件情節是不是繁雜 或高度專業知識 由審判長來處理 那數個被告呢 現在 現在數個 剛剛劉委員有講到 數個被告 的部分 這個也是一樣 准用這個 第七條的規定 好 請教一下 因為剛剛你這邊是說 這個合併一些案件 可能 就是有檢察官 可是你在前面那個條文是說 被告可以拒絕 接受審判長的 審判陪審制度 那這兩個條文沒有衝突嗎 對 所以如果他不拒絕的話 他選擇的話 然後法官最後還是說 你這樣有不行 陪審團審判的案件 給他排除 那第八條大家意見呢 要保留嗎 來 吳委員 我建議保留 其實很簡單 就是他准用前條之規定 我們前條都保留了 這一條怎麼可以不保留 謝謝 謝謝 好 第八條保留 接下來我們討論第三章 張明 就陪審員 及被位陪審員 大家沒意見的話 我們就照實力黨團提案的版本 通過 第三章 張明 接下來我們討論 第一節通責 請問各位大家 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就照實力黨團提案的 結明通過 接下來討論第九條 就是陪審員的職權 主席 主席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請教一下 因為這邊的 第九條裡面有提到的就是 參與 中局評議 中局評議跟科行評議 然後第十條也提到說 是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也就是說沒有這個中間討論的部分 那 當時沒有設立中間討論的部分 是所有的陪審制都是這個樣子嗎 那主要理由就是不受這個職業法官的影響 所以這些獨立的陪審員 他們會有比較獨立公正客觀 來看待他們職務上面的陪審的制度 是不是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效率會比較快嗎 補充補充一點 就是說回應劉委員的問題 就是依本法規定請求審判長說明或訊問特定事項 簡單講就是說 一集結束人 他的結構一定是說 這個有一個法官在指揮訴訟 那有一個陪審團 那陪審團對於這一個特定的這個事項 或是想要詢問特定的事項 或是說有一些法規的規定 他不清楚的地方 那司法院的版本他認為說 這個狀況他就是會去一個地方 然後進行一個所謂的三個法官跟 六個這個國民法官的中間討論 而且這是不公開的 那在陪審制的國家 他基本上就是在法庭上面處理 那在一個公判庭上面處理這些 這個不管是說有陪審員覺得說 這個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 然後要求法官就這個程序或實體的事項去說明 那就是在這一個公判庭上面處理 這樣 既然他是素人的陪審員的話 那包括他對於很多法律上的基本 基本上的法條等等 也是在當場就詢問一下這個審判長嗎 是 沒有沒有就是當場 那請問有沒有類似像專家證人啊這個的制度 沒有可以啊就是如果有兩兆雙方傳進來的話 當然可以就專家證人來做詢問嘛 那但是原則上就是說他不會把這個兩兆隔開 然後去一個另外一個地方啦 就是說在那個法庭上面處理這個問題 那這樣子陪審員制度的話 那一個停下來的話要花多少時間啊 沒有但是實際上的狀況因為陪審 陪審員是處理這個事實的部分嘛 所以其實這樣的負擔 我覺得陪審制比起司法院的國民參審制來講 他負擔比較小為什麼 因為本來法律適用法律就是法官的專精 所以他把它切開了 陪審團他就是處理事實的部分 認定有罪有台人還沒台人 有罪這個與否 那至於量就是說這個當然就是說 因為牽涉到死刑的案件 所以他是一起來還要在一起來可行評議啦 否則的話三年以上有起徒刑之罪 他基本上就是他去認定事實 然後法官去處理他的專業他的經驗 他比較這個專精的部分就是量性的部分 那這樣其實運作起來效率恐怕比這個 核審核判來得好 因為要判幾年要適用什麼法條 要怎麼樣去運作 這個已經是法官的專業的強項了嗎 這個特定事項是什麼 第二款訊問特定事項 我看一下齁 這個是我們是認為說 他必須對 應該是說他對於這個證人 他希望說能夠就某一個 比如說一些事實上面的釐清 然後請求審判長去問 因為我們剛剛在前面那個 終局評議的定義啦 我們也還沒確定 就是看是那個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再回過頭來討論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討論第十條 就是有關於這個秘密的 他的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不受任何干涉 然後第三項是植物知識的秘密要保密 他一樣也是這個 終局評議的秘密要保密嗎 那個邱委員 對 就是 裁判確定前嗎 還是終身 還是有一段的時間 我們是認為說 他的這個保密的事項跟範圍 可以由司法院去定 就是授權讓司法院去定 好 所以你們沒有在 在這個法案定 對 好那請問跟我們一件 沒有的話我們第十條 就照實力黨團的提案通過 接下來我們討論第十一條 我們當初 不是當初啦 就是說一人到四人 那你現在有九位嘛 九位 九位的話要不要再增加倍位的 之前 參審的版本是說六人的話 那他是一到四位 那你這邊是九位的話 也是一到四位 那個主席又可以開 好來 民主長請說 那個 別位陪審員如果不准用 第九條第三款 也就是說他不參與 終極評議跟科研評議 暫時用終極評議的名稱 那麼如果 別位陪審員沒有參與 那評議完成前 如果出現陪審員出缺的情形 要怎麼處理 這裡 有沒有規劃 是第九條的第三款沒有 參加終極評議 對 就這個部分 第一款 第二款 他沒有 第三款要 準用 我覺得也 也 應如不可 就為什麼當初會把 第三款 為什麼不直接 訂第九條 因為 被位陪審員 他沒有參與這個 終極評議的職權 他的 設計就是說 被位陪審員 他並沒有辦法參與 這個 終極評議跟科研評議 他們當然是怕擔心 對 我懂 當然 這個準用當然應該也是沒有問題 對 這個文字上 是不是就是 第 一二三 要寫 第九條及前條嗎 那個立法文字上的 字數 前審字的文字是 前兩條規定 於被位國民法官 準用之 這個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參考 這個文字 好 前兩條規定 於被位陪審員 好 好 謝謝 那第十一條就是 第二項 我們修正為 前兩條 前二條之規定 於被位陪審員 準用之 好 我們就叫 第十條 我們就叫這樣的修正 王主席 有提到那個 被位陪審員 四個會不會太少 對對對 謝謝 我的血糖 有點低 你看這個人數當然可以討論 你認為合理 或是比較適當的人選 因為他九個 對 一到四人被位陪審員 呃 因為他這個是參考 應該是參考四百院本來的版 是不是 齁 對 因為四百院是六位 六位 你要不要 選任二人至六人 好啊 OK 我沒有意見 對 主席你的數學有問題 不是 一人至六人就好了 一人到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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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到六人就好了 所以我們不應該糾結在數字上面 而是說他選的被位還是不夠的時候 該怎麼辦 對 如果那個真的沒有辦法 就要重來嘛 但是這樣很麻煩啦 那所以請教各位委員要幾位 所以 那這裡選太多的話 又有勞費的問題嗎 那請 那參選這部分也是因為人數有意見保留啦 那這條就保留 好 大家再想想看人數 然後接下來討論第十二條 那這個部分應該是沒有問題啦 好 那十二條 我們就照實力黨團提案的版本通過 接下來我們討論第二節結明 各位沒意見的話 我們就照實力黨團的提案通過 那十三條我們就下午再繼續討論 我們先來休息 謝謝 十三條直接保留 因為我這是早上問的啊 我早上問的 還要跟參審制也是一樣 這一條是保留的 好 那現在就喊保留 可以嗎 這個沒有問題啦 因為之前討論過嘛 好 謝謝 那十三條 那要不要討論十四條 十三條 我們保留 其實十四條 那個第十一款 是不是各個版本都用保留啊 就不具我國語言 聽說能力 那個拿掉了 那個刪掉了 刪掉了 還有十二條 十二款也刪掉了 十二款也刪掉了 現在就是 有沒有那個 破產宣告的問題 沒關係就 下午再討論了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那十三條我們確認保留 好 下午兩點繼續開會 謝謝